兵部侍郎 崔日用 正在为难之时 老和尚普润 进屋来见他 因为两个人交情之后 又有师生之情 崔日用 当然对他不见外了 就把方才所发生的事情 毫不保留的 跟老和尚全说了 老和尚听完了 不住的皱眉 罪灭 罪灭 阿弥陀佛 大人 那么你打算怎么办 师父 我为难 平心而入 宗楚客不是个好人 伟皇后 是个毒辣的淫妇 我怎么能给他们效力 我心是倾向林指王李隆基的 那你何必违心呢 能不能听老僧一言 师父 请师父明示 我看这样 你马上派人 秘密的给李隆基送出一封信 叫他事先有所防范 免遭毒手 这封信可是至关重要啊 叫他从速准备 你在表面上 仍然听宗楚客 调兵前将 等候林指王方面的消息 然后再做绝病 另外贫僧建议你 拈出后顾之忧 把老夫人 鸡鸭卷 全送到北门外保康寿 我的庙中 战壁一时 那时大人就无所牵挂了 多谢师父 好主意 好主意 你看人往往到了这时候 方寸就乱了 非得有人给脾想不可 随之用这心理量堂多了 马上脾起笔了 给林指王李东基写了封信 把这些事全写上 盖上自己的图长 但是派谁送 他又为难了 这封信的分量不比寻常啊 这要落到委员 宗福克等人手里 全完 还得派个有能力的 激进的 万无一失 最可靠的人 派谁去 他想了很多很多人 都不合适 普论和声一看 大人 谁让咱们关系不错呢 我看现在你的府里 出入人等都得受人监视 唯独贫僧例外 如果能相信我 老曾 愿意给你投书 哎呀 师父 你可是我的恩人 我求之不得呀 你若能跑一趟屯 那当然是最好不过了 把这封信交给普论 不过崔日用嘱咐 五更天之前 必须有所行动 让林子王重速决定 不能耽误时间 不然的话 一切都完了 老曾明白 那么我回来之后 咱俩在哪见面 师父 你走之后 我马上调兵前面 这个戏 还得假戏 真唱 按照宗福克 所说 我要提重兵 将赶奔 警凤门 会和警凤门里的 卫队 然后才能包围 三福 这不得有一段时间吗 咱二人 就在警凤门前 不见不散 一言为令 你别看老和尚 七十多岁了 好功夫 那腿都跟面条似的 一人多高 这墙头揉就蹦上去 有个十个八个 到不了他进前 就这样 老和尚起身 给林子王送心去了 他走之后 随着用第二步 跟老娘说明 把夫人 孩子 全都叫他们上着车 派着人 拿着兵符 出北关 赶奔保长寺 这家属还不明白 怎么回事 被窝拎出来 就给送出城去了 总之的 有大事情 也不敢多问 把家属送走之后 所以一日用这心 就放下了 你说剩我一个人 爱怎么的 怎么的 实在不行 这条命我就不要 他马上吩咐一声 来来 洗我的兵符 赶奔京城外面 调动一百二十伏 精兵 要赶奔京城 听后调用 得拿个兵符 斥令 不拿这个 能调得动军队吗 这兵部就管兵的 宗普克不通过他 他还调不动军队 所以崔日用 把兵符 斥令 发起来 为什么调兵啊 崔日用也明白 在这个时候 没军队是玩不转 先调进来 背入李隆基 还有用相 这件事办完之后 他分批成 来 调动兵部 所属兵啊 外边带马 抬刀 赶奔 几乎 现在他手中 可以调动的军队 也就是八千来人 这都是保卫 京城的军队 当时的编制 按府 就是周府 现到的府 一府是一千二百人 一百二十府 那叫十六七万人 再加上当官的 后勤的 就二十来万人 那么他现在手底 八千来人 也就是吉福的兵力啊 崔日用不敢耽搁 上把劈刀 冒着萌萌的气 抬头往天空看看 乌云翻滚 是电闪雷鸣啊 哎呀 崔日用长叹了一声 人作孽 不可活 天作孽 有可为呀 看来这是老天 市井 皇上驾崩了 还闹开天窃 其罪 他们是冒雨 急行 赶奔 警凤门 这也是宗楚客 向他交代的 因为宗楚客 知道他手下的兵员不足 你把你的人集合起来 到警凤门外 这皇城里头 还有卫队 叫万奇卫士 为大国旧 二国旧 统领 可以再给你 剥除一部分来 两队合一 对付那三府的势力 因为那太平公主也好 李隆基也好 相王李戴也好 人家都有 家兵家将 允许养兵 谁手底下 都有两三千人 那王府院墙高大 事件要做好了准备 一手难攻 人少了解决不了问题 为确保万无疑师 宗楚客 才做出这样的决定 单说 随着用 冒雨急行 就来到皇城的景凤门 那景凤门在当中 左有宴席门 又有安上门 承个大门楼 就好像承个顶天丽丽的巨人一般 站在风雨之中 一眼望不到边的城乡 往城上 你看灯光闪烁 密码码车之军队 原来唐朝的时候 都建好几道城 外边的城 是老百姓出入的 这就是普通的城乡 在城里面还有皇城 这皇城 后包高矮 跟外边的城乡 没有差别 反而修的是更加坚固 在皇城的外边 还有两道玉盒 上面有一座浮桥 可以拉起来 可以放得下来 等他们到了景凤门这 吊桥是高高拉起 再将下雨 玉盒里的水非常狂啊 简直是深不可测 部长翅膀飞不过去 你也靠近不了城门 所以日用 把兵马摆成一字 长蛇阵 拉开了阵势 随日用心说 我现在就在这 听林指王的信 如果老和尚的信 回来 林指王马上采取行动 令我当先锋官 等一会儿城门一开 我利用这一机会 就杀尽了皇城 我杀皇城这些人 一个措手无忌啊 占领皇城 应接林指王 但是他不知道 接待他的是哪位大将 他往城头上一看 虽然有人有灯光 但是没有人应激 在这上哪找宗楚科去 宗楚科交代完了 去干自己的事去了 所以呢 春日用 心里头也十分的不安 命令军兵放信件联络 你看古代那个件呢 多种多样 有戴喜儿的件 有冲锋报信的件 有射人的透甲锥 有燕尾件 狼牙件等等 从干什么时候 这时候放信件 再看弓箭手 把弓拉开 大林之信件 对准前权一松后手 这支箭是凌空而起 直奔警凤门的城楼 连发了三支 这就是联络信号 那意思 我的兵马已经到了 什么时候进城 什么时候会合 赶紧给我一个答复 就这个意思 信件发出去 等着能有一碗茶的功夫 藤头上也发出联络信号 把这 这 设过愈合 落在催日用马队的前面 当兵的 从地上把信件捡起来 一看尾部 拴着个口袋 口袋里头有纸条 不敢耽搁 马上转称给崔德人 崔日用把这支箭拿过来 口袋截起来 有人把灯往前给送了送 照得亮点 崔日用 从那口袋里边把信掏出来 展开观看 这一看就是一愣 信能是这么写的 你我奉命 简灭三福 汇师于井凤门 不想夜色沉沉 更坚变闪雷鸣 本婴开成婴阶 雀律里带涛江 故随此信号箭 仅请与大人马首 望侧即出对 张灯相照 若无插翅 即开成婴之 区区辞请 望其恩准 兵马监军 高丽氏 紧拜 吼 兵马监军高丽氏 高丽氏是谁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皇城里面有个小小的 悬送太监 似乎叫高丽氏 他怎么统领兵马 当了监军 莫非他也是 宗楚克伟后的人吗 他心里哗开会儿的 那前文书咱说呢 这高丽氏 的确是个小小的太监 小头头里面 那个小头头 很多人不知他的名字 那么高丽氏的年纪也不大 今年还不到三十岁 现在 飞黄 腾达 一跃而成为 监军大人 什么原因 这里面有段插曲 咱们先说说 这高丽氏 你看那贵妃 最久的时候 那出戏 您看见了 脸上打个豆腐块 头上戴着 镜中帽 身穿 镜中袍 好像个小丑 那个就是高丽氏 给李太太拔靴子等等 那是丑化的高丽氏 这人可不简单 那看事情看着最透不过 一般你就有大学问的人 你也比不了高丽氏 他本性啊 不姓高 他姓风 也是陕西的人 在数年前吧 有个岭南昭桃使 叫李千里 李千里 领兵打仗 在这难民当中 发现个孤儿 这孤儿就是高丽氏 当时一般他姓冯 那年才八岁 李千里呢 得胜还朝之后 就把这高丽氏 敬了身 送进宫中 当然了 不止他一个 这一下子就送进一百多号去 可是当时呢 总管太监姓高 叫高艳福 他呢 是武则天和武三司 价钱最得宠的大太监 他在这些小太监之中 选来选去 就选中高丽氏的 一问他姓风 家什么人都没有 陪一头小孩长得也白净 水灵灵的大眼镜 他非常喜欢 就收高丽氏为明邻义子 打那不姓风 改姓高 是高艳福给起的名字 叫丽氏 名是这么得了 从小的时候就受严格的教育 高丽氏从他身上下了不少的功夫 也不惜重金 聘请专管 高丽氏 能歌善 不精通 慈父 还写着一首好字 画一首好画 那是个才子 他呢 还喜欢读书 后来高艳福死了 这高丽氏 没有靠山了 凭他的资历 凭他干事之精明 早就应该把他提拔起来 可是高丽氏还有个特长 不但才觉得 这人善谋律 对一件事情的反复思考 对什么人怎么个评价 这个事情怎么个来龙去脉的 看得清清楚楚的 他从小就在宫里头 宫里这些事情 他是了如指掌 他一看就这个地方 到处是陷阱 到处是漩涡 一步走错 那就算完呢 因此他是格外加的谨慎 都知道他有才 中中理解 包括伟皇后 对他的印象也不错 也想提拔他 只是宫廷里的事儿也太多 始终没有做到这一点 现在宫中离险 被毒死了 宫廷发生了政变 伟后正在用人指使 越多越好 因此就想到了高丽氏 心说那个人完全可以信赖 就这样 交给他一部分军队归他之掌 而且亲口加封 他是四品兵马监军 他奉中楚客 和两个国舅所差 领着两千五百多人 在这应接崔日荣 故此落伐之兵马监军高丽氏 你说这些事儿 崔日荣怎么指的呢 这纸条的确是高丽氏写的 他现在就在警缝门城楼上 画得把宝剑 表面上挺镇定挺得意 其实高丽氏此刻是心乱如麻呀 他跟崔日荣差不多少 那高丽氏不白给 对宫廷里的事儿 对外边的事儿 看得清清楚楚 这三派势力 他更看得清楚 他这心理是倾向林子王李隆基的 他也是李隆基派在皇城里面的新妇朋友 这里面稍微有点什么变化 他马上禀报给御元总管钟绍金 由钟绍金转告给李隆基 如果高丽氏能有空的时候 亲自去见李隆基 咱请举一个例子来说 李隆基从林子王府的后院 八角梁平的下面修了一条密道 这条密道在地底下 直通皇宫内渊 这件事只有几个人知 高丽氏就是亲中之一 还要不是李隆基的人 这么秘密的事儿 能告诉他吗 那么高丽氏得知钟绍死了这消息 脑瓜的嗡嗡之险 马上禀报钟绍金 由钟绍金转告林子王李隆基 可眨眼之间任命下来了 他又做了四平监军 高丽氏不仅不高兴 相当感觉到心情差心重 而后的接受了任务 带着两千五百人 在井凤门 要跟兵部侍郎崔日用兵和一处降达一压 围困三府 怎么办 还得禀报给李隆基 叫他早做准备 为此 他命手下的新副将领 叫马四宗 从密道赶问林子王府去报信 告诉马四宗 一定要见着林子王 请求指示 我应该怎么办 这崔日用到底是哪头的 我应当采取什么办法 报信的人走了 现在还没回来 因此高丽氏在城楼之上 是白转挠心的 后来发现敌楼下来的军队们 是崔日用的兵马 带了一万来人 他的心就更紧张了 心说我尽量拖研世界 等着林子王就回信 你说我开城迎接崔日用 我怎么说 他要让我围困三府 我敢不去吗 我要去了 我不就被动了吗 高丽氏又一想 如果林子王在这关键时刻 能送来回信 说崔日用也是咱的人 我们冰河一处望里一杀 就占领皇城呢 哎呦呀呀呀呀 这信怎么还不回来 莫非中途上出那事了 那委员那家的可狡猾呀 他要把密道发现 抓住马四宗 天哪 那全都骚高头了 正在这时 崔日用 发信号跟他联络 高丽氏就硬着头皮 写了那么个纸条 也用信号跟联络上 高丽氏心讲 既然我听不着回信 干脆我毅然做出决定 我让崔日用 叫灯罩着跟我见见面 如果你是我的对头 你是中途客的人 我一声号令 让弓箭手就把你握握 射死了 兵部侍郎崔日用 接着高丽氏 用信号箭射下来的书箭 书箭上大致的意思是说 我奉命在警凤门 迎接将军 但是不凑巧 正下着雨 电闪雷鸣 恐怕敌人乘虚而入 咱俩又不认识 怎么办呢 希望你啊 露个面 站到明显的地方 让我看一看 要果真是将军你 我就大开城门 迎接你进城 崔日用意想 要从这字面上看 高丽氏说的不是不对 本来嘛这天哗哗下的雨 天又这么黑 一旦发生了意外 谁也担不了责任 但是内中的含义 崔日用也明白 也背不住高丽氏 实际是一条计策 我这一露面 叫灯光照的刷亮 他一声令下 乱箭七发 就把我给射死了 哎呀这怎么 是露面 还是不露面呢 他是左右为难 其实他跟高丽氏一样 马杆大狼 两头害怕 他们俩 都是林指王李隆基的人 只是过去没通过气 所以彼此猜疑 正在这警官接药的关头 借着女生 响起了马蹄声 马蹄声是遥远而近 就听卫队吆喝着 站住 站住 不住往前来 干什么的 人家 来两匹马 下来俩人 各位 我们要求见 侍郎大人 说的话 有人就给带进来 崔日用 定睛一看 这两个禁军 帽子 衣裳 甲州 袍子 都是 都跨着弯刀 不然是 崔日用 提高了警惕 你们是什么人呢 要建本部 有什么事情吗 这两个人 把帽子摘了 脸儿扬起来了 哈哈哈哈 大人 大人 是我们 哎哟 崔日用 一看是 这俩人 心里的都开了 哇 那么高兴 到了半天 两个人化妆改办 跟他说话的 非是旁人 正是他老师 又是好朋友 老和尚 普润 张老 挨着他身旁的 此人叫 马四中 关带 折冲将军 也是 崔日用 知心的朋友 崔日用 看在这 甩凳 跳下战马 跑过来 把他们二位的手 抓住 哎呦 急死我了 长老 见着林指王 没有 快说说 贤门书三说了 崔日用 在发兵之前 求普论长老 拿着自己的亲笔信 去见林指王 李隆基 向他报级 现在就等着回信 在这节骨眼上 让人回来了 他能不高兴吗 普论长老 满面春风 哈哈 阿弥陀佛 大人 一切顺利 只管放心 咱们 长话 短说吧 老僧奉命 从密道 赶奔 林指王府 凭着我这身功夫 还真没有被人发现 已经见着 亲王千岁 把您的信 交给他了 王爷当时把书信 也看了 对大家赞赏 非常感谢 王爷已经做好了 一切准备 另外王爷说 高丽氏 高监军 也是咱地人 这不 他派 马四宗 马将军 也给林指王 送信去了 我们二人 在林指王府 见的面 又一块回来 王爷说 千万不要发生误会 让咱们两家 兵和一处 等候王爷的号令 是啊 哎呦呦 多选 随着用一听 我好选拿高丽氏 当了委后的走狗 这要冲进去 一场厮杀 这好人呢 也得被杀了 多宣 就这样 马四宗 跟城头上的高丽氏 打了招呼 高丽氏 一看是姿家人 放心了 放吊桥 打开城门 应接崔日用的兵马进城 现在两方面的军队 加在一起 一万多人 就占领了警凤门 可有一样 没忘李沙 因为李隆基交代过 得听他的号令 没号令不敢动 安卸他们 咱不说 话分两头 咱说 林指王李隆基 大概这个人 您不陌生吧 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唐明皇啊 要替唐明皇杨贵妃 您太熟悉了吧 就是他 不过现在的李隆基 正年轻的是 精明强干 不仅精力充沛 而且聪明过人 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劲儿啊 小伙子能文能武 现在是官拜林指王 要说起李隆基了 那传说可太多了 咱们简料的向大家介绍介绍 挑重点 李隆基的父亲 就是相王李大 李隆基的亲伯父 就是中宗李显 在李隆基的上一辈 也就他爹那辈 一共是哥八个 自从武则天篡位夺权之后 把这哥八个 吓死一个 杀了五个 剩下俩 就剩下中宗李显和相王李大 那哥几个 全完了 为什么剩下这哥俩呢 一则这两个人是武则天亲生的 二一则武则天发现这是一顿完蛋货 都是能包 就留着他们也无所作为 因此这哥俩幸免于奈 李显记了皇帝位 他兄弟李大 官封相王 这个相王李大呢 有六个儿子 这六个儿子是 长子是寿春王李成庆 次子是衡阳王李成庆 三子是楚王李隆基 李隆基那是楚王 四子是八灵王李隆范 五子是彭成王李隆基 老儿子是汝南王李隆基 不是个老六啊 短命鬼 十五的时候 一命五虎就死了 现在剩下哥五个 可是那哥数字 不在二百五之上 不在二百五之下 正好是二百五 那个亲王呢 也白做 百八不是 唯独三儿子李隆基 那是凤毛林九啊 你看相王李大 软弱无能啊 儿子可不喊我 出类拔萃 方才三说了 举几个例子 那武则天篡位多全之后 成了中国历史上头一个女皇帝 他怕老李隆基的人不服啊 你串位夺权了 把老李隆基 唐朝的江山给夺去了 这把人能答应吗 怎么办呢 武则天就采取残暴的镇压政策 这也落沙 沙唐三千户 灭唐三千里 战边挂过来的 不管你是什么人 哪怕我丈夫 我亲儿子 我亲爹 反对我 我也不能给你留情 把老李隆基的人 几乎斩尽公决 那相王李弹 和李显是窝囊废 连大气都不敢哈一声 这才信念于难 见了条火蜜 李隆基那只 他小啊 还在小辈会里包着呢 所以也信念于难 后来武则天 记了位了 在天寿三年的时候 也就是武则天 篡权夺位十个年头了 李隆基那年 正好是七次 那个就官拜新王啊 咱们单说有一天 武则天 正在八宝金殿 据文武重心 商讨国家大事 正在这么时候 下巴来匹马 马鞋上坐着的小孩 顶盔冠甲 赵袍树 在一家蓝群手里 行着一把宝刀 催马闯金殿 金瓜武士 御林军 那能让吗 火辣超过来 给拦住 干什么的 下来 你瞧死 八宝金殿 是一阵大乱 武则天 也大惊失色 谁说这谁 多大的胆子 可是后来 他发现 是个小孩 谁啊 正是李隆基 卫队这一拦着李隆基 把宝刀去晃 小脑瓜衣服了 你们干什么 为什么拦着我 这是八宝金殿 呆着你们 我告诉你们 这是大唐朝的江山 大唐朝的设计 是我们老理解的 我愿意上马就上马 我愿意骑马就骑马 愿意坐轿就坐轿 我看你们谁敢拦我 把掌中的宝刀一画 还真就下了手了 把卫队吓得 往两旁之散 文武百官一看 汗都冒出 心说孩子 你咋我死你 这二年皇帝陛下 杀人少了一些 对老李隆基的人恨是恨 似乎比几年前 也差的多的多 你是捡了条命 你这不没事 照顾 激怒了皇帝陛下 就得把你碎尸万段 哎呦可惜这孩子 自己找死 怎么想的都有 可巧这一天 武则天呢 非常高兴 武则天听得清清楚楚 不由的暗中称奇 发了 哎呀 如此可教耶 就在这个场合 这么点个小孩 敢说出这么一番道理 真是难能可贵 烟词武则天 不但不生气 相反 倒喜欢上 李隆基了 吩咐左右 不要难为与他 让他上殿 可李隆基下了马之后 把宝刀浑翘 挺着小胸脯 登登登登登 走上八宝金殿 毫不畏惧 朝拜过武则天之后 武则天把他叫到 龙叔岸前 孩子 来来来 离我近着点 让朕好好看一看 就这样把李隆基 手抓住了 这件事也不多见 武则天呢 把李隆基抱到怀里 让他坐在自己腿上 摸着李隆基的脸蛋 问他 你几岁了 七岁 好孩子 有骨气 有出息 谁叫你催马闯金殿 没人告诉我 我自己愿意这么做 嗯嗯 好吧 我太相信了 朕就加封你为储王之之 今后你上金殿随便来 随便走 不要害怕 啊 多谢陛下 你看 烟祸得福 哎呦 百官到现在 长出一口气 习惯 你瞅人家这孩子 你瞅咱的孩子 哎 这孩子 浑身上下 都是咱呢 没想到 皇帝陛下高兴了 还加封 储王之之 这件事 被当时传为美谈 这就是李隆基 七岁的时候 发生的事 这可不是说出人 在这信口胡言 历史上都有记载 李隆基十岁的时候 胆子就大 到昆明池去溜达去 当时的昆明池 被列为禁地 上这来都是老武家的 武则天的亲戚 当时要姓武啊 别人就惹不起 沾边挂过来的 老武家的宗族成群巨火 上昆明池 开心取乐 每个手底下 不带着一帮打手 你李隆基 一个就来留的了 老武艺的人在池边 铺着地毯 上到摆着刮过梨桃 各种吃喝 正在这玩乐呢 李隆基如入无人之境 骑着爬在上面就过去了 骑着爬爬把东西传给踩坏 这下捅了马洞窝了 老武家的人家 嗷一响就蹦起来 哪来他妈一个小孩蛋子 你多大蛋子 你没看这有人吗 你是谁 十岁的李隆基 冷眼旁观 根本不理他们 面对刀枪棍棒 毫无巨色 后来李隆基 瞅着水面 也不看他 这才暴徒明性 啊 我胆是不小 要问我是谁 我太爷是皇上 我爷爷是皇上 我爹是皇上 我是亲王 我姓李 叫李隆基 当今天子 封我楚王之之 怎么 这回你们明白了吧 李隆基说完了之后 回头一看 这帮人跑了个金光 当时李隆基 不知道怎么回事 还纳闷的 后来辞职的 这帮小的软气硬爬 一听哈 这小祖宗来了 谁敢惹 就这样 溜之大吉 这件事 也被传为美谈 这就说明 李隆基 从小立誓 浑身都是胆 别人不敢干的事 他敢干 另外 李隆基 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 他父亲向王李戴 是个窝能肺 不假 所谓的窝囊费 就是胆小怕事 什么事都抱着 能忍自安 算了算了 别张了 哎呀 得了得了得了 过个太平日子得了 是这么一号人 但人不会 可是呢 向王李戴 是当时著名的大才子 有学问 写一笔好字 咽一首好诗 同时还会画画 那学诗非常冤枉 李隆基 他生这么个毕业 自然要受熏陶了 他从小也爱学习 他父亲对他身上 也真投入过功夫 因此李隆基 那么点 学问就挺深的 无往今来的事情 几乎没有 不知道 他父亲 耐心向他讲解 眼睛 俱点 耐心地教给他 因此从他的青少年时代 就打起了坚实的基础 真就应了那句话 龙生龙 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倒动 挨金四金 挨欲四欲 跟着什么人 学什么人 这个胸道 影响可了不得 同样是一个李隆基 如何挨着一帮流氓坏蛋 目不失定的蠢材 那李隆基就回了 他也不可能有出息 张爷呢 他受到家庭良好的教育 所以年轻的李隆基 要文会文 要武会武 是文武全才 垂把轮刀 骑马世界 拉样弓 举尸锁 乌衣不惊 没事他就打猎 身子虎也相当结实 自从他伯父 忠宗李显继位之后 李隆基到了长安 住进林氏王府 对朝廷里的事 他看的是清清楚楚 这几大派实力 他的一目了然 但是呢 从外观上 你看不出 他有什么作为了 玩鹰 赛马 打马球 练书法 画个画 又弹又唱 实质上 李隆基是按下功夫 不然的话 他能不能在林氏王府 修了条密道 一直通到皇宫大内 没胆识 敢不敢怎么干 同时李隆基 暗地之中 延续佛事 仰着一帮打手 佛事就为他卖命 铁哥们 李隆基要干什么 他们干什么 像王毛仲 李守德 钟绍经 崔日用 高丽施 等等 都是他的死党 当然 知心的朋友那态度 朝廷里面 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都有人随时向他禀报 别看李隆基坐在林氏王府 远离皇宫大内 什么都清楚 就拿今天这个事来说 钟钟李显 被安乐公主 晋柄给毒死 伟皇后 要发动公平政变 伟温 伟元 伟氏 宗族 全掌了大权 他在里头怎么部署的 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李隆基知道的是 清清楚楚 心说 伟后 天作孽 有可为 自作孽 不可活 该报未报 时刻未到 时刻一到 一切都得报 这可是你们自己找的 我李隆基 盼望了多年 终于盼来了这一天 因此他传系号令 一刻 点起人马 要捉拿 尾套 李隆基 在林旨王府 用筹 帷幄 密切 注释着 事态的发展 随时随地 发出 指令 现在 林旨王府 所有的兵力 全在院中 集合 你看那阵 都想封王 拜相 什么 有好处 他就有权 扬服兵 光他的亲信 打守兵将 就有一千多人 再加上 家奴 院工 男男女女 就能凑 两千多口子 李隆基 平时对他们 严加看管 严加训练 都有一定的武功 随便 拉出一个来 都一钉石 现在 有用了 一个个 盔甲全身 各拿武器 在院中 是严阵 一带 等候 林旨王的命令 天赶 这晚上 下黑 一阵 大 一阵 行 就那样 院里的人 站的 鼻管 调支 站马 就在旁边 兵器 在手里拿着 雨点 拍打他脸上 甚至连眼睛 都不眨吗一下 人们知道 事态 相当严重 这是生死 有关 不是你死 就是我活 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了 李隆基呢 在赏 秋堂 屋里的作者 为了鼓舞 士气 他命人 搬了一面 劫骨 没有说 什么叫劫骨 劫呀 是少数民族之一 这少数民族 这鼓啊 相当响 能鼓舞士气 李隆基平时 对这个乐器 对鼓 非常喜欢 戴眼的 就会吹 戴弦的 就会弹 是鼓就会敲 今天李隆基 全身披挂 亲自拿着鼓唇 在这敲着截骨 一边敲着 李隆基 嘴里的 言诗一首 心夫爱将在两方站着 都仔细听着 就听李隆基说 莫云 折穷仓 霹雳 汉殿堂 战马驰骋 挥剑 斩虎狼 夫吹微设计 存得追仙皇 夜半一曲 冲光我大唐 冲光我大唐 两旁的人都给和曲 冲光我大唐 冲光我大唐 你看这个鼓啊 最能激励人 随着鼓声 寒声 在场的每一位都热血 碎腾 早把生死二字 置于度外 李隆基 把普润和尚 马四宗都打发走了 告诉他 让高丽氏 崔日益 河滨在井凤门听后号令 那么听什么号令 李隆基又派出人去 到皇宫内园 跟钟绍经去联系 因为钟绍经是主要的人物 皇宫大内 东西内园 所有的钥匙 都在钟绍经手里掌握 要不怎么叫 内宫的总监呢 这是个关键人物 他拿着钥匙 随便开启哪一座宫门 又可以从心无主 不然的话 凭着硬打硬攻 那么高的城乡 那么厚的城门 还有个打 时间一耽误了 那就斥责生变了 再说 得付出多大的代价 因此派人 跟钟绍经联络 另外派出人去 跟宫廷卫队的两员大将 一个叫潘长顺 一个叫陈首里 跟他们二位联络 就等他们的劲 这三人信一回来说妥了 马上李隆基就发病 你别看他敲着节骨 李隆基的心呢 也有点着急 君说我派出的人 都是最可靠的 我派的是王毛仲 李守德 我的心腹爱将 肯定万无一事 怎么还没回那些 要到了天亮 可就麻烦他 他心里正在想着 刚把曲做完了 鼓也不敲了 就听见马蹄声 叨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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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等了一会儿 就见大步流星闯进两个人来 前边是李守德 后边紧跟着王毛仲 李隆基一看 送信的人回来了 他就站起来 怎么样 回王爷 情况不妙 就这几个份 李隆基的头上像挨的一锤一样 在场的几千人的心呢 刷一下就缩净 但是李隆基还保持着镇静 怎么 别着急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回王爷 我们进宫区联络去了 万没想到 那个王八日的委员 比狐狸还狡猾 突然下到命令 把咱们的人 陈元李 盘长顺等人 全都逮捕起来了 不仅是他们二位 还有很多带兵的建国 一律软禁在西郎之下 要严情拷问 内宫里三万御林军 全都掌握的 韦氏宗族手中 幸亏我们哥俩身子利便 不然的话 也被他们抓住了 还有 内奸总管 钟绍经 见势不好 把脖子锁回去了 我们想要见他 他闭门不见 可能这个人有点靠不住 一旦他要投靠 韦氏宗族 咱们整个计划 就得全失败 李隆基文庭 真好像冷水泼头 万丈高楼 一脚登空 在这警官接药的时候 情况是直转急下 能不着急吗 王毛仲 仗着胆子往前走了两步 王爷 在半道上我还想 市集 对咱们的威胁太大了 如果韦氏宗族 还过手来 对您大大的不利 唯一出路 王爷躲一躲吧 马上带着队伍 冲出城去 找一安全的地方 站壁一时 王爷 别犹豫了 只有这条路可以走了 王爷 躲一躲吧 七嘴八舌道 说什么的都有 李隆基那脸 绷得像铁块一样 把嘴唇都咬出血了 剑梅道树 二目凝视时 一语不发 他不发话 别人不敢动 连那些毛事 也全围拢过来了 不知道 他正在想什么 李隆基 琢磨了 能有一分多钟吧 突然 发了话了 各位 不必担惊 大家尽管放心 虽然我们遇了一点挫折 无关大局 钟绍经 钟总监 是咱的人 也难怪的胆小怕事 如果这件事情 要失败了 罪积三租 他能不考虑吗 另外 别看我们自己的人 被软禁起来了 但是我相信 这些人 心都是向着咱们的 大家不要知难而退 任何人 不准说这种泄气的话 当今 不是鱼死 就是王破 哪个胆敢说 要逃走者 杀无事 你看当头里的一番话 全给占住 众人 慌乱的心情 这一下 全部慌了 就在这时 王妃来了 林子王 原配的夫人 王妃来到王爷进前 哭通给 李隆基跪下了 李隆基吓了一跳 夫人 你来干什么 王爷 方才你们说的话 妾 全听清了 在此生死存亡的关头 王爷 你可不能走啊 为了江山设计 就得挺身走险 王爷要一走 为事肯定掌权 到那会儿 很多人 你就得哀悼啊 王爷 方才 妾想过了 如果王爷 能够成功 我率领 何府人等 张灯 结彩 应接王爷 一旦失败了 妾 愿自杀 以谢王爷 保求全杰 您看人这媳妇 那真是神明大义啊 李隆基一听 深受感动 眼泪好 却没掉下来 夫人 你起来吧 今天的事 我反复想过 只能成功 不能失败 你就安心听信 来 撤来 兵马扎住 暂时不要动 守得 毛仲 在 在 把我的宝马 牵过来 把我的宝刀 取过来 咱们顺着密道 去见 钟绍经 我要一去了 他胆子就撞起来了 你们在家听我的信 哎呦大伙 这这可不行 哎呦王爷 王爷 不信 吃不下 人心变化 无常啊 钟绍经 已经明显看出来 胆小怕事 你要亲自去会他 就如同到了他的魔掌之中 那可太危险了 你不能去 哈哈哈哈 各位 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钟大人绝不会背叛我 我有把握 现在必须鼓舞他的士气 只有他帮我的忙 还能转微微安 我一一决 不必多说 千万 像这种人呢 那做事情相当果断 没有拖泥带水的 人们知道 林志王的脾气 他要说这么低 九头牛 拉不回来 再看李隆基 跟众人告辞之后 做了详细的交代 飞身上了 宝马良居 赵叶白 伯龙居也连根杂毛都没 古人大将 离不开宝马呀 无马如无双腿 另外 林志王还有口宝刀 就七星宝刀 切金断玉 绝铁如铃 今天也使唤上 主仆三个人 到了林志王府的后花园 前面一座假山 从表面上看 看不出毛病 只有几个人知道 林志王从腰带的上 把大钥匙取下来了 让李守德 打开暗道的暗门 吹呀 喊一声 暗门开发 下巴黑洞洞 身不见底 这条密道 直通西内渊 可以建设中绍经 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 这暗道不能使唤 就这样 李守德在前 李隆基在中央 王毛仲在后子 踢刀保护着 三个人进了地道 安家他们找中绍经 咱不提 翻回头 再说这中绍经 这人从表面上看 是个磋胖子 纸红的脸肠 大灵笼胡子 眼珠都往外鼓鼓 这个人呢 是个大老粗粗身 但是经常挺热 这个内员总监 是个五品官 官不大 但权力可不小啊 管要是 皇宫大门小门 一千一百多个门 要是都归他执掌 而且皇宫大内 所有的道路 他比谁都熟悉 你看这个人 至关重要不 另外他手下 还有一千多人 这一千多人 都叫百宫 所谓的百宫啊 就是石匠 花匠 什么样的都有 内缘的花草树木 归他管 桌机板凳坏了 归他修 铸造点什么东西 归他这福德 这就叫百宫家们 钟绍兴呢 对临时王李隆基 那佩服的无可无不可 也恨透了老伪见 因此对李隆基 是十分忠诚 平时 抄抄的最想 干劲最足 有时候 有时候刻破 忠实 谁也不如他 积极 但是往往 这样的人呢 还不可靠 你看那不杀活的人呢 到更坚决 钟绍兴听说 陈元礼 潘长树 一百来名领兵的将官 全被被园 他们给软禁起来 掉到马棚里 分心拷打 心说话可坏了 这帮人挺行不过 胡说八道 嘴一歪子 就得把我给供出来 一说我是林指王李隆基的人 老伪就先得拿我开刀 这算吧 到了现在 警官接药的时候 钟绍兴动摇了 他奔赴把几道门都关上 在屋里 来回之转 两眼冲雪 呼呼之转 他夫人看在眼里 老爷 您这怎么了 睡你一觉睡你地下 甭问 老爷我能睡得着吗 现在是什么时候 我听说林指王李隆基 一夜晚间就要举兵评委呀 在这个时候 您怎么还嗨声叹气呢 还不调集人等 协助林指王共谋大事 你懂干啼 谋什么呢 糟了 陈渊李重仁 被委员 委温 抓起来 现在皇宫内援 全控制到老委的张中 说不定这会儿 委员已经派人来抓我来了 他要知道我是李隆基的人 就得把我碎石万段 连你也得陪着我掉脑袋 他一说这话的习惯还倒不害怕 老爷 即使是这样 你还有什么后悔的 你自己认定走的这条路是对还是不对 要对 宁愿掉脑袋 也往前走 要不对 那可以随时变化呀 老爷 我虽然是个女人 我看得很清楚 老委级的人 丧失人心 提到他们的民性 无补咬牙切齿愤恨 林子王乃未来的有道民运 你跟他走是全对的 你何必这么着急 这么后悔呢 难道说你还要有什么变化不成吗 对 对 人他爸不给你天诛地面 嗯 这可别怪我没良心 也别怪我龚绍经反复无常 把谁轮到我这份上 也得有变化 你 你打算怎么变 怎么变 看来现在就得投靠老伟家了 只有这样才能度过难关呢 我有点立功的表示 那 你打算怎么立功 哎呀 老娘们分车干嘛 去 把我的盔甲 扫刀 带毒的弓箭 给我取回来 去 快点 再玩就来不及了 哎呀 真急一会我了 媳妇 当不了他的家 掉的眼泪 糟了 董绍绍经怎么想的 信说 你看没 方才有人给我报信 林指王李龙基一会儿就从密道前来见过 李龙基不来便把要来了 哎 我把李龙基给抓住 或者把他给干掉 交给伟皇后和国舅委员 我不就讲功补过了吗 哎 到了那会儿我不求有功 起码能保住我全家平安无事 对 只有这么办 王爷 我对不起你 王爷 你怎么恨我 怎么骂我都行 我为了我一家老少 十八口人的命 我不得不这样了 俗话说良心丧于困地 我 我可没良心了 瞧 这样人还知道自己没良心 他也讲着有愧 但是 在这个世界上 类似钟绍经这样的人 为数可也不少啊 你别看太平年代 哎呀 超超的比谁都想 口号喊得比谁都想亮 何积极呢 何有两下子 何忠诚呢 到了关键的时候 也许这种人 是头一等的叛徒和败类 这钟绍经打定了主意之后 一看他老婆怎么还没回来 他刚要去看看 他老婆回来 盔甲包 宝刀 都给他拿来了 弓 剑也拿来了 帮着他顶盔 灌甲 罩袍 竖带 周身上下 全身戎装 都皮挂好了 把那剑弧啊 给他挂上来 这剑弧啊 就是剑袋 里面有二十四只剑 媳妇一边给他拴剑袋 还一边说呢 这是供这只剑 你这剑 叫锁侯剑 知道吗 带毒的锁侯剑 你使用的时候 可千万谨慎啊 粘到手上 你的命就保不住了 哦 诶 诸少经眼睛一亮 尽命所猴剑 猴 对呀 我这么做就对了 我只有这样 至此理隆机 在伟后的面前 我才能够生猴绝 生王绝 诶 真不错呀 李隆机呀 修怪我异狠 心毒 内剑总管 钟绍经 在关键的时刻 动摇了 不仅仅是动摇 他还要亲手杀掉 李隆机 在伟后面前 停赏授风 看来 画龙画虎 男画虎 知人知面 不知心 人这种东西 谁也研究不透 钟绍经 披挂整齐 把剑囊 挂好了 手中拿着弓 挂着宝刀 率领了四十几个新妇人 拎着一大串钥匙 赶奔 密道口 因为他知道 李隆机一会儿来 就得在地道口这儿出来 你一露面 我命人望上一闯 一顿乱刀 杀你个措手不及 但他也多了个心眼 他手下这四十来个人 平日 最羡慕 最忠奇的 就是李隆机 现在他背叛了林志王 没法跟这些人说 他也知道 这帮人也不能听他的 他要明白做了交代 对不住这帮人 咬一嗓子把他给剁了 哎 故此他瞒着 他告诉手下这帮人 你们听到 今天晚上事出非常 可有了严重的变化了 听我的号令 我叫你们冲 你们就冲 叫你们杀就杀 绝不能心慈手软 谁要坏了 我得把势 我要跟你算上 你这命令 胡了八糟的 你这士兵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好吧 就埋伏到了 密道的领盘 中少经呢 找了个地方 正好面对着地道 这地道是一面墙 你从表面上看 什么也看不出来 弓墙又高又厚 实质上 墙上有一道暗门 李隆机呢 有钥匙 他这也有钥匙 他就在这面墙的对面 有一片树林 他藏在那里面 摘弓取剑 心说我这剑头上 都抹的毒 叫锁侯剑 只要是沾生血 毒气扩散 准死无疑 我还得加点小心 别把手弄破了 沾上我自己也治不了 他取出三支剑来 准备好了 可这就是他这个心呢 膝上搭下 耳根子发热 也不知在想什么 这个雨哗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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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哗 Molly 有时候劈了一闪电 中少精心说明天天亮雨天 该是个什么情况呢 是老伟家掌权呢 还是老李家掌权呢 不过李龙基要死了 群龙无首那是肯定的失败 我就是开国的元军了 伟皇后能相信我吗 尽管我立功赎了罪了 还要刨根寻缘 知道我的过去 买狗枪 誓死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事到如今 硬的头皮就是这么干 来了 来了 这家儿子听好是 听见嘚嘚嘚的马屁声 是由圆而尽 刷一下的寒门 二子竖起来 他镇定了一会儿 吩咐手下这四十来人 做好准备 呱 这些标行大汉 一个个手拿利刃 闪到这座墙的两旁 他把这剑呢也打好了 把弓也拉圆了 双手颤抖着眼珠不错的 钉着那甲枪 李隆基来了 正好在地道里边 李守德 王毛仲 一前一后保护着他 李隆基 你刚要用钥匙开这门 李守德多个心眼 压低了声音 王爷切吧 哎呀 变化无常 王爷切莫掉以轻心 我看您别先出去 奴才我先出去 看看有什么变化没有 以防遭到不测 哈哈哈哈 守德呀 你的心情我理解 你的好意 我感谢 用不着 你们在部下 我骑着马 还是我比你们方便的多 而且你们没有甲构在身 看我全身屁卦 就有意外 也能躺一会 不必多说 退在一旁 王爷退在一旁 李隆基平静 就这样 把暗道的锁头打开 门开了 李隆基头一个催吧 就跳出去了 李守德 王毛仲紧跟着蹭蹭 两个人也跳出去了 单说钟绍经 小的脑袋嗡立声 眼前一道白光 那白光啊 就是李隆基 骑着那个白马 赵叶白 他知道李隆基出现了 他都没看清 林指王的五官相貌 他闭着眼一咬牙 对准李隆基 就连发三件 钟绍经别的能力没有 练的一手好剑法 白天射剑靶 晚上射香 头是百发百中 况且还离得这么近 心说李隆基 我对不起你 你算交代 但他做梦也没想到 李隆基 事前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这个人要不说半生他成功呢 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到了 从来不马马虎虎 李隆基这一露面 听见弓弦一响 要说用眼睛能看着眼 那看不见 离得近 速度太快 李隆基就凭着第一感觉 把档中的宝刀左右开过 瞎猫碰死耗的 崩飞了两支剑 第三支剑没躲开 就好像啊 拿手指头 在滑盖穴上狠狠的捅了一下 就见李隆基是翻身摔下战马 唐凉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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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凉� 这家伙一货 你们要干什么 这是林之王 全不下手 咱说过这都是李隆基的人 哎呀 钟绍经在小树林的这一瞅 心说可不好 我赶紧跳过去 把李隆基的脑袋砍下来 转身我就跑 想到这 他提着宝刀 冲出树里 再一看光盛宝马了 李隆基是踪迹不见 刚才我看的 从马上摘下来了 摔哪去了 钟绍经正发愣呢 就听身边背后 有人一阵冷笑 钟大人 你找本王不成 钟绍经一回头 李隆基在他身后站着 一点伤都没受 还像平常那么平静静人 用手抓住 钟绍经的肩膀 怎么了 你踏什么 快点快点 钟绍经眼前一黑 腿一软 哭通 给林子王就跪下了 就这些变化 发生在 几十秒之中 但是人们看得清清楚楚 知道是怎么回事 不用说话 那动作看得轻轻的 都明白钟绍经背叛了林子王 而且暗放毒计 把李守德 王毛中气的 咬之咬咬牙 过来把刀就举起来 喂 过来这个王八日的 刚一举刀 林子王八 脸上下一沉 慢 不要误会 钟大人这是演戏 咱们是自家人 我们俩多年在交情了 他能对我加气读手吗 大人 请起请起 不要误会 起来起来 哎呀 钟绍经这个惭愧 无地自容啊 两腿无力都站不起来了 他不相信这是真的 林子王 这么能动人吗 他这么聪明个人 已经看出我想要干什么 还留我这条狗命 这是真的吗 你看这可真的 林子王把他掺起来了 钟绍经满面羞愧 王爷 我 我他 他也不知道说点什么好 林子王一白手 钟大人 势在紧急 此地并非讲话之所 到你的雅鼠吧 哎哎 行 行 按道门关上 那四十几个人 保护着林子王 李守德 王毛柱 跟着 赶奔 白宫家的雅鼠 可是李龙君到雅鼠之后 有人牵着马进了院了 回头一看呐 啥俩人 王毛柱不见了 这刚才林道还在身边呢 怎么眨眼之间没了 这小子干什么去了 身边只剩几个李守德 还有那四十几个当兵的 钟绍经 也没眼了 哎呀 林子王一看不好啊 心说王毛仲啊 没有我的话 你可不准胡来啊 难道 你把钟绍经 拖到没人的地方 去收拾他去了 狗奴才 你好大的胆子呀 守他 去看看 怎么回事 把毛仲找回来 再看看钟绍经 现在何处 是 李龙基进了院了 李守德一抹身走了 其实李守德回来啊 借着天空去闪光 时间不大 就发现了钟绍经 你看这钟绍经啊 躲在一棵树后 不知道干什么呢 李守德心说 他把这下的鬼头 蛤蟆眼的 跑这算计什么呢 嘿 王八月 你平日比谁叫的都最像啊 你自暴奋勇 宅你这修地道 在平时 谁也不如你 对林指望最好啊 没想到在关键的时刻 你这个卑鄙的盘徒 要没有王爷保护你 我早把你罪事万段了 你这小子不跟着回去 跑到这干什么 难道你另有阴谋吗 真要那样可 羞怪我姓李的 对不起你了 但是李守德平稳住 斩儿一听啊 钟绍经抱着棵树啊 在这哭呢 一边哭一边得了 王爷 我对不起你啊 李老师家圣灵 我惹不起您的 可是伟皇后那妈 我也惹不起啊 我受加班气 事到如今我没有办法 我就得逃走了 王爷 恕我不辞而别啊 我走了 他要逃走 他要走了 这事儿还麻烦了 他身上带着钥匙 哪个宫门也打不开了 李守德火望上撞 心说 我向你走 我非把你狗腿给你 削射了不可 正在这么的时候 东北方向 灯球火把亮水又松 人的喊马死我了 斩车来了 李守德大吃一惊 中少精也大吃一惊 不知哪来的军队 说时时那时快 眨眼间到了眼前 中少精揉住眼睛 一看 都是他手底下的人 白宫家的白宫 有铁匠 有石匠 有木匠 手里边 拎着什么家伙都有 围着手 拎完大将 身高过丈 半括三平 手里拎着把 拎黄黄的宝刀 另一只手 还拎着血肉 模糊的一颗人脑袋 那鞋地 大大大大 还往前躺呢 看来刚啥 李守德也愣着 李守德一看谁啊 拎宝刀拎脑袋 这位 正是王毛仲 这么一会儿 他把谁杀了 拎着谁的脑袋 就听王毛仲 跟中少精说 中大人 你怎么在这儿 赶紧跟我去见王爷吧 方才我一陌生的功夫 烧带脚干了点活 正好遇上 大国旧违奔 在这块茶街 他妈碰到我手里 让我把脑袋 给躲下来了 你看 你手下的人 也全帮了 我就忙了 把他手下一百来人 全都斩尽中决 中的人 虽然你没亲自动手 你也算帮着我们王爷 立了功了 中少经济厅 好像那尿裤子里 完了 喂喂喂喂喂喂 哦 这是大国旧违闻的脑袋呀 完了 我跳到黄河洗不清 现在就即使我跑了 老伪也要长了全 还不公文发泄去 也得把我给抠出来 我要说我没帮着林指王 说死他们也不信 这笔账非跟我算不可 哎呀 王毛中的 你他妈学老了 哎呀 有哭说不出 手下的白宫过来了 大人 大人 你怎么在这 我们知道 你是保林指王的 所以帮着王将军 把这王八蛋给宰了 好 这时候李守德也出来了 李守德一乐 钟大人 你怎么在这 王爷胜找你呢 我办点闲事 我办点闲事 他没敢说 他要偷着溜 就这样 又把他给嫁回来了 等见着林指王之后 王毛中把维温的人头 往上一线 说明经过 林指王点点头 好 毛中啊 你算立了大功一件 钟大人 你手下的弟兄也不错呀 手开七门 也等于你立功了 将来咱们大事告成 我得好好谢乎谢乎你 是是 谢王爷 谢王爷 小的 罪开万死 王爷 我愿意给您直边跪蹬 报答前提 王爷叫我怎么干 我就怎么干 这回都说良心话了 钟绍经一想啊 那条路走不通了 干脆我死心塌地 还保您指望吧 我呀 一求 将功不过吧 也不知道 这李隆基 是看出来了 还是没看出来 拍拍钟绍经的 尖头 中单 好 要这样的话 赶紧集合队伍 发出信号 你再投钱给我开刀 尊敌 这回钟绍经不通了 但夹板是把他夹住了 只能往前走 不能往后退了 钟绍经拿着一块打钥匙 凡是有宫门的地方 不费力就给打开 林志王催动三军士 长驱之路 迅速就占领了西内园 西内园占领了 前面有一道长墙 有道宫门叫安乐门 再把安乐门打开 里面就是皇宫 可在西内园呢 靠着西北角呢 有一道长廊 这里边明灯蜡烛啊 这还有一伙人呢 谁啊 四国就叫韦波 正在这审问 御林军地降临 咱不说了吗 李隆基的人 陈元礼 潘长顺等人 都让人家搅了借 给囚禁到这儿了 这韦波 奉了委员的指示 要对这帮人严加看管 在他们的身份 没有调查清楚之前 都把他们关在这儿 等事成之后 挨个过罗 没问题 释放 官服原职 有问题 就地除决 这屋里 关这一百来人嘛 都是当官的 而且都是无官 刀剑 叫人给搅了些了 这帮人手无寸铁 可也没捆着 靠墙这儿 站着的也有 蹲着的也有 门前有一千来人 围了个一八层 百八层 四国就围不饿 手中拎着鞭子 来回巡逻 他就等着委员他们的信 正在这时候 里面这些将官们 交头接耳 有的人根本不知 发生什么事了 还问他 咱怎么了 谁要 无缘无故 把咱集合起来 把刀剑给没收 把推到这屋里 这是干什么 总而言之 大家要胡猜乱想 但是说陈元礼 和潘长盛 两个人靠墙站着 一头尾波 没瞅着他们 他们是有机可乘啊 陈元礼 跟潘长盛 一摇耳朵 潘将军 难道咱们就等死不成 当然不能 你说怎么办 唯有冲出 冲为 咱们手无寸铁 又无战马 怎么往外冲 往平 咱俩不行 看情况没 绝大多数的人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所以他们才这么老实待命 咱要把实情给蹬出来 这帮人非诈妙不可 潘长顺数 这事不能瞒着 我说 各位 哥们 各位 我得着确实的消息 皇上爆崩了 很多人不知道皇上死了 你看他们一个小小的武官 怎么能知道这事 跟炸雷一样 中国里就派了锅了 皇上死了 皇上死了 对 不但皇上死了 老伪劫的人 要利用这机会 发动政变 剥去江山 要咱的性命 弟兄们 难道咱就忍着不成吗 王八蛋撑的 闹了半天 是三五回事 绝不能让他们特撑 弟兄们 王八 孔 进军大将 陈远礼 潘长顺 一百来人 被委员他们 给搅了线 大家看得清楚 时间要长了 一个也活不了 要想活怎么办 就得想法冲出去 只有见着林子王李隆基 才是一艘生路 因此潘长顺 就把中东李显驾崩的事 透露出来了 因为这件事情 事出突然 谁也不知道 大伙一听这消息 就好像 炸雷一般 乱了套 这怎么 慌死 慌死 吃了 这一乱套不要紧 负责看管 他们的尾波 拎着鞭子 进了屋 后边 跟着不少 卫队 现在这个尾波呀 简直美的 都出了鼻屏泡了 明天天一亮 尾皇后 就要继 皇帝位 老尾就要 执掌天下的大权 他能不高兴吗 但是呢 他也看得清楚 越是在这个时候 越主要 一旦出点差错 千均尽弃 尾波等 进了屋 恶狠狠的 看了看屋里 这帮人 听着 你们刚才说什么来的 哎 说 你们说什么来的 因为这件事情 太重要 谁敢说 哪个敢挺胸脱脱的说 啊 皇上死了 非他们瞒着我 如果说这不对 就犯些 抄家灭门的罪 所以 屋里的静悄悄的 谁也不回答 维波这小的 把狼眼睛一瞪 啊 好啊 你们纯粹是 找死了 失字议论的话 不对我讲 看看今天 我撬得开 你们的嘴巴不 你 出来 他随便指着一个将官 这将官姓徐 没办法 往前大跨了两步 你说 刚才你们 议论什么来的 喂 没议论什么 不对 我亲眼看见你 跟那小的焦头劲儿的 说 你到底说什么来的 我就说有点饿了 打算讨口饭吃 他娘的 你真他妈会鞭呢 好 看看我的鞭子 是你的嘴硬 来来 不要不吃 这块 归他管呢 一声令下 如山倒 当兵的如狼似虹 望上一闯 把姓徐的这位将军 头盔打掉 一甲八下 光着膀子 穿着个裤头 就给吊子横梁上 双脚立地 尾波这小子 把掌中的鞭子 轮起来 啪 啪呀 啪呀 说 刚才你们说什么来的 姓徐的这位 一项 你打死我 我也不能说呀 你看受点 皮皱之苦 没什么 要一说他一刨根 那就坏了 啪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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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眨眼之间 打的是鲜血淋漓 一句也没问出去 韦伯这小子也来了劲儿了 一转身 指挥一个姓王的将军 出来 姓王的下的满头是汗 国舅 妈的了的 你说 你们刚才说什么来的 没说什么 就是说那个 有点渴了 有点饿了 想跟国舅掏口饭吃 掏碗水喝 喝 啊 你听见刚才 他那么说 你顺坡下雨 掉起来 把姓王的这位 也掉起来了 一甲八掉 尾巴轮起鞭 打这顿揍 也是打得遍体鳞伤 咱这么说 他叫出一个 一个不说 不说就掉起来 眨眼之间的横梁上啊 就掉了十五六个 那么一开始 大家害怕 怕得要死 后来一看 越掉人越多啊 大伙这个胆子 反倒就撞起来 在这屋里被软禁的 都是武将 一个个都是火爆的脾气啊 大家一看就下话 飞行 拷打 见过你 究竟我们犯了什么罪呢 一会儿大火就得轮到我们头上 这屋里的人都得被撂起来 陈元礼一看 差不多了 大伙这个劲儿 也鼓得不得铃 要等着凉了 就不好办事了 还没等着尾巴叫他 陈元礼把手举起来 我说两句 陈将军 靠样子 请到前面来说吧 陈元礼忘先大胯了两目 心里虽然紧张 但是他豁出去了 反而显得十分镇定 你要问什么 问什么 你聋了 方才我说什么 你没听见吗 哦 你不是问我们大家议论什么来的吗 对啊 你们说什么来的 这事是从我嘴里说出去的 不怪大伙 我说 中宗皇帝 驾崩了 被人给毒死了 怎么死的 我们还想要问问你呢 尾巴无论如何没想到 陈元礼 敢把这事给接干 而且生死历劫 他都抄出起来 而就把尾巴气的一蹦多高 陈元礼 你从哪听来的消息 谁这么说的 你竟敢说皇上驾崩了 好小子 今天我就把你打牙鸽舌 开谈摘心 来人 他刚想下令把陈元礼 跳起来 潘昌顺 带后他唐一声 就跳过去 不容分说 就是一个通天炮 正好逮到尾巴鼻子上 把尾巴打得 哪里一声 一个屁股堆摔地上 潘昌顺 趁此机会过去 把他的配件 配刀给捉过来了 牛回头跟大伙说 弟兄们 皇帝驾崩了 老尾巴的人 封锁消息 打算谋权篡位 弟兄们 我们不能等死 咱们跟大拼了 人屋逃不走 屋里这一百来的一听 熬这一撒子就空上去 多刀就多刀 多枪就多剑 还有几个人 把横梁上掉这些人 全面放下来 绳子给捡 人们从屋里就往外出 外头有不少当兵的 当兵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我就 你说拿谁吧 原来这屋里的都是领兵的将官 平时出的都不错 有的当兵的听说皇上死了 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咱这都是一家人 在这一犹豫之间 将官们把兵器全抢到手里了 陈元礼大声击呼 弟兄们 当兵的弟兄们 我们全都是进军 我们全都是进军 我们是保卫皇帝 陛下的 你们知道吗 陛下被人害死了 老伪要夺权 你们千万别蒙在鼓里 给他们卖命 跟我干嘛 弟兄们 赶紧到我这边来 当兵里也乱了套了 有多一半人 倒戈到陈元礼这边 那尾波呢 掉头刚想跑 被愤怒的士兵就剁为肉腻 潘昌顺去喊 把脑袋砍下来 脑袋溜着 咱们好勤工 脑袋给躲下来了 可正在这么个时候 二国就委员 得着报告了 委员一听着士兵滑面了 这还了得 领着两千多人前来镇驾 委员这个小子可厉害啊 他骑在高头大马之上 灯袖火把量子幽从赵如白昼 一看前的这帮人正往外冲呢 委员把掌中的配刀往空中移局 这小子听着 给我乱剑齐发 这帮人全都没安好心 一个不上 放剑 放 你看归他管这些人 不信他得听谁的 不放剑也得放 赶紧对准前权一宗号手 啪 啪 简如余发 陈元李手下这些人 成牌的往地下倒 要时间长了 一个也不剩 正在着千军一发的锦衣关头 李隆基 钟绍经 这方人感到了 李隆基在马上大喊了一声 胆大的委员 你还敢造次不成 这一万 我李隆基拜扯 人的名书的影 谁不知道林指王李隆基 因此他这一来 大伙有了主心骨 相反的把个委员给鼓励起来 士兵纷纷倒戈投降 矛头全都对准了委员 你想这下子再有能力 在愤怒的人群中 还有个跑 因此被众士兵 也作为肉泥 后来把那脑袋砍下了一看 脑袋都不成形了 耳朵围子眼睛都没了 就是一个血乎乎的肉球 林指王李隆基 向众人说明情况 冰河一处是将他一家 就占领了西内园 钟绍经 快打开玄德门 快打开玄德门 咋子 钟绍经拿着一大块钥匙 骑着马赶奔玄德门 这个门要再开往里走 就是皇宫内园 就是到了皇上住那地方 要不怎么说钟绍经执掌大权呢 他掌管这钥匙 眨眼之间大锁开了 高大坚固的城门开发 李隆基吩咐一声 陈远离 在 我命以为贤不正宴 先行官 给我扯 这帮人随我来 这帮人无狼四虎 就闯进皇宫内院 书说简短 他们就冲到太极殿了 这太极殿是三大殿之一 钟钟离显的子宫 就在这平放着 子宫就是官材 还没来得及出伤发病呢 这官材在大殿正中平着 脱灯 立灯 气死 丰灯 是藏民刷量 伟皇后啊 正在这守灵呢 装么作样的 三公六院 兵妃等数百人 都在左右还礼 伟皇后心爱的宠臣 光露绍兴阳君 在旁边陪王伴下 伟皇后啊 心里正谈算着好事儿 心说不知道外边的情况 进展就如何了 反正我已经派宗楚客 高丽氏 他们分头行动 背不住这会儿把三府的人 早都斩尽都绝了 天亮以前 我就驾坐成天门 向天下宣布 我要继皇帝位 我是历史上第二位女皇帝 哎呀 他一想当皇帝那资本 那得多好 比现在强的多得多呀 我要君临天下 说一般 顺我者生命我者亡 我要详尽人世间的荣华富贵 我想咱们的就咱们的 他正在想这个事儿的时候 就凭外边一战打乱 正好像天崩地裂死 他问杨军 请 外边发生什么事儿 陈不知道 去看看 哎 杨军皮带撩袍 急冲冲 出了太极变 一看 我娘 哎呀 他全是军队了 借着天空的闪光 硬起刀枪明亮 一个个就好像魔鬼附身一般 夏平阳军一说不 跑回来 起走 被下 大事不好了 外边来了军队了 本太一天空来了 尾皇后一听手 昏不浮体 听这意思不是自己的人 自己的人都把军队驻杂在什么地方 你先禀报 我知道 怎么能随便往你闯呢 可又一想 不可能呢 我现在已经控制住大局了 谁能闯进我这皇宫内园呢 别闹误会 带我亲自观看 你看尾皇后啊 还有点胆子呢 让宫俄才女掺着 杨军保驾 他来在殿门 kang 往大面的台阶下 一喊到军队啊 啊 已经把太极殿包围 为首这员大将 正是大将军陈元礼 伟后认识的 陈元礼平时就是保驾的 不过伟皇后心里也没得比了 用手一指 下面是陈元礼陈将军吗 你这这儿了 还没忘了拿枪做掉呢 陈元礼奉命冲进内宫 按照林子王李隆基的分子 要把伟皇后这些人斩尽肚虐 我立刻偷一股的 你看没见的面下 他劲儿挺大 等他抬头一看 伟皇后出现在他面前 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又有点害怕了 这位说一不二的伟皇后 平时啊 把他们都吓出病了 那陈元礼都秘密 多展见的伟皇后就像浩子见了猫子的 想鼓劲儿也鼓不起来 手一软弹 大砍刀落地 陈元礼也说不明白是为什么 这腿都不轻的使回来 一片腿从马上跳起来 他伏在金阅之下 往上叩头 臣参见皇后陛下 皇后陛下 伟皇后一看呢 心里轻松了不少 看来还是误会 陈元礼绝不会反对我 这不是接驾来了吗 对不住有什么特殊的情况 事先来不及向我启奏 这玩意情有可原 他刚想安抚几句话 光路绍兴阳军 这小子一蹦多高 又来了今儿了 平时他就苟上人士 大骂士兵 这会儿他一看是自己的人 来今儿了 都大干 我陈元礼啊 你长几个脑袋 惊动皇后的圣驾 你胆子不小你 还不领兵 保护进攻 说明白的究竟发生什么情况 还不快说 他就一扎我 陈元礼明被过来了 对 我是哪头的我呀 我奉林指望所 才来宰他们来了 我怎么还给他们磕头 哎呀我傻了 陈元礼 趁站起来 二处骑刀上马 把脑瓜一捕了 呆 北皇后 狗官阳军 你们听着 你们用毒饼 毒死皇帝陛下 想要谋权夺位 这还了得吗 本大军奉林指望所差 要兴师问罪 你们还不给我过来受死 来 抓起来 陈元礼一声令下 手下军兵 网上衣服 管你是谁 先把这阳军呢 给拽下 你看这阳军平时 苟杖人士 到了现在 完了 真魂出笑 被当兵的踩在脚下 把狗头砍下 为皇后哭通一下 坐在地上 刚才那得意劲 那钻横跋扈的劲 全都烟消不散 相反他倒放声 痛哭起来 反了 反了 陈元礼 我看你敢向哀家开刀 你有几个脑袋 这陈元礼啊 手里拎着大刀 干瞪眼下不去手 这 这 哎呀 我要亲自报道 将来万一有变化 不得找我算账吗 正在这时 有人在后的喊历什么 陈阳军 林指王有令 不准心思手软 赶紧下手 哎哎 皇后陛下 你听见了 这可对不起你啊 谁让你没事 野心勃勃的 你 你是自己找的 咔嚓一刀 把伪皇后 是批为两半 杀 杀呀 三宫六院 可倒了没了 腿快的跑了 腿慢的 杀的是一个不胜 林指王李东基 就占领了 皇宫 陈元李奉命 一刀杀了伪后 这个伪皇后至此 算彻底交代了 满心的野心 想要当女皇 要做武则天第二 结果黄梁美梦 付诸东流 那光小能行 它不是那么回事 内在原因 外边的原因 它都不一样 你想生搬硬套 这纯粹是找死了 李东基率队 迅速占领了皇宫内院 首先进了太极殿 后拜了先皇 痛哭了一场 然后命令收拾 停止杀戮 你看刚才那边 死的就算倒霉了 没死的就算捡了命了 死一时死一时 把他们都软禁起来 清后处理 把国宝金香玉器 也全得过来了 李隆基可不糊涂 现在的事情 远远没有结束 不能有丝毫的大意 他在太极殿 马上传写命令 除恶无尽 对待正敌 绝不能够心持手软 要麻糊一点 后果不看摄影 因此他马上传写三道令 让高丽氏 从警奉门率兵回来 赶奔安乐公主府 去铲除安乐公主 提头来见 高丽氏领命走了 二道命令 命李守德 王毛仲 率精兵三先 赶奔中书省 去捉拿中楚客等人 一个部长 三道令 命钟绍经领兵三先 去捉拿上官劫鱼 就是那上官婉儿 让崔日用 马上调动掌握的军队 封锁九门九关 维持秩序 啪啪啪啪啪 令箭传向 大家分头行动 黎龙基在太极殿听劲 说出第一张嘴 得一点一点交代 先说高丽氏 灵精兵像旋风一样 以最快的速度 把安乐公主府给包围了 这安乐公主死在眼前呢 还不知道呢 非常的安乐 他母亲让他 给钟钟李显进毒饼 亲闺女 毒死亲爹 这事也是少见的 毒死他爹之后 他回到安乐公主府 一点不感觉的内疚 更谈不到难过 安乐公主也打算盘 其实我怕什么 我母后亲自给我写了封诏书 诏书上也就是说的清清楚楚 我爹死了 由我母亲寄皇帝位 我母亲要死了 就把皇帝位让给我 我是第三位女皇 将来我要君临天下 你说话不算不行 我手里攥着证据 因此回府之后 把百公家人全都集合起来 要收拾收拾 安乐公主府 张灯皆采 油漆采化 屋子要重新布置 里里外外都铺着新地毯 手下的人别看着奴才 那心里头也都清清楚楚 人们心说 你算个什么样东西 不管你爹怎么死的 尸骨未寒 看你那样 一点都不带着悲痛的样子 相反还要收拾屋子 张灯皆采 你还要祝贺一番 甭问 老主的死跟你有直接的关系 将来非有报应不可 和手下的人只好心里这么想 谁敢议论这事 就要干什么干什么的 这安乐公主 回到秦宫 把她当家的 驸马五亭秀 给找来了 夫妻二人 处喜贪心 有说有笑 那位说 她丈夫不是叫五重逊 怎么又变了 叫五亭秀了 都对 咱们把这个事 多少得交代交代 安乐公主 原来的丈夫 叫五重逊 也是老五亭的人 可是呢 夫妻不合 这安乐公主 掐着半蓝眼角 也看不起五重逊 五重逊呢 对这位苏人的专横 跋扈也十分不满 夫妻之间矛盾极大 经常闹家 武重逊 有个本家的兄弟 叫五亭秀 这五亭秀 本来是个小叔子 经常出入安乐公主府 一看哥哥 嫂子 发生矛盾了 他就给劝下 日久天长 常跟安乐公主接触 结果他俩有了感情的 就把五重逊一脚登开 他们二人是名仆业盖 后来也不知怎么闹的 五重逊 报死 甭问 也可能是安乐公主给害死 结果呢 安乐公主提出来 明令公布 要跟五亭秀接亲 那个忠忠理解呢 胡了八土 也难怪叫人把他堵死 也活该 像这么大的事情 你不得调查调查吗 没有 疼爱女儿 女儿说一般 愿意嫁给谁 我都同意 因此要把女儿 许配给五亭秀 就现在这个丈夫 这五亭秀 跟五重逊不一样 在夫人的面前 就是个哈巴狗 专门服侍公主 公主的一切一切 都归她掌握 成了个老管家子 甚至给公主都皮鞋 公主有时候忙了 她给梳头 给插花 颇得安乐公主的喜欢 今天晚上两口子见着了 安乐公主还说呢 我可告诉你啊 明天五更天 我母后驾临 成天门 向天下宣布 她就是女皇 我是什么你知道不 嘿嘿 我听说了 你已经讨旨了 你是皇太女 对 男的叫太子 女的叫太女 我娘早晚不在了 我就要继承皇帝 呗 我要是皇帝 你是什么 喂 这位 我就不清楚了 不管到什么时候 我也是 你比奴才呗 嗯 你真会说话 我说我母后驾临 成天门 你说我穿哪套 一身好 你看 自然要穿了 价值连城的 百鸟图 穿着那套衣裳 金光闪闪 变化莫测 那才有身份 我也那么想的 去 把我的衣裙给我取来 香宝石呢 珍珠鞋 也给我拿来 啊 哎 五亭秀都给拿来了 帮助他夫人穿戴整齐 对着一人多高的大同镜 前照后照 五亭秀在旁边 一个劲打流去 真棒 真好看 真是仙人下戒 我那你穿什么 我也穿新衣服呗 去 马上更换衣服去 夫人 还早呢 离五更天 还有一个多时辰 这么早穿戴起来 干什么 我着急 一会儿天就要亮了 快穿这吧 五亭秀把衣服也换了 两口子正在屋里的说说笑笑 想买事呢 就听外面 天崩利裂一般 他真正就躺下来 安乐公主大惊实色 让丈夫出去看看 五亭秀为防备外衣 手中拎着宝剑 跨步往外跑 正好 正好跟冲进来的高丽市 走那个对面 你 他那一直问 你想干什么 话没等出口 就见面前白光一闪 狗头落地 高丽市 把人头拎着 往里头 一个不上 高丽市 亲自提剑 闯进 公主的秦宫 安乐公主 等回过头了 一看是高丽市 普通的一个 悬送太监 领了那么多的军队 他就知道 事情不妙 高丽市 你要干什么 这高丽市啊 真稳的 未曾说话 一阵冷笑 回公主千岁的话 奴才得让您明白明白 皇后陛下 已经冰天了 你再怎讲 皇后陛下的脑袋 已经落地了 你们的阴谋 未能得逞 现在要跟你们算总账 奴才奉了 林指王李隆基所拆 来娶公主的人头 哎呀 安乐公主 苦同坐地上 您说心里的什么滋味 他哭着喊着 要见李隆基 你不能杀我 我要见李隆基便离 公主 恕罪 奴才只是奉命 来要你的脑袋 可不能允许你见林指王 对不起你 闭眼吧 手腕子 手腕子一动 是人头落地 提着脑袋 然后命人去见林指王李隆基 把安乐公主府整个给封锁了 高丽是怎样赴命 咱不说 咱们再说第二拨人 李守德 王毛仲 率领三千精兵包围中书省去杀宗楚客 这个宗楚客呀 也是个不知死的鬼 他就认为着万事俱备了 我就要等好消息了 领兵带队的事都交代好了 大国就维温 二国就维员 维士宗族 广国就七八个呢 外边还有崔日用 还有高丽士呢 万无一失了 就等着皇后驾临成天门 一宣不计皇帝位 我就等着升官吧 这个宰相算个什么 宰大他是个臣呢 望少说得封我个王子 紫袍金贷 我家里头也得变不样 那是金顶姑户了 起码我得是王子 哈哈哈哈 看来我这部棋算走对了 树仔偶心沥血 仅一旦实现 这心里得得多痛快 他也正在做皇娘美梦 另外那宗楚客 把两个好朋友 那俩老糟头子 八十二岁的唐修警 七十六岁的韦剧员 把这位老相国都请来了 让他们干什么 让他们赴诗祝贺 这俩人没什么能力 就全靠着打刘虚 就拿这唐修警来说 八十多岁了 那刘虚传的不知有看多数本 把上的最美好的词 他背个滚瓜烂书 他这百姓干什么 专门念宋词 唱喜歌 也可说是三朝元老了 别看改朝换代 他照样做他的大官 他也不争权 也不多事 到时候用好吃的就行 就拿中宗复位的事来说 武则天倒台中宗复位 召集文武百官 研究国家大事 人家老唐头就会这首 在八宝禁殿上 冷不丁的惊呼 哎呀 哎呀可了不得了 臣其万岁 臣其皇后陛下 可了不得了 把中宗李显和伟皇后 还吓了一跳 那时候就问他 说听你看着什么了 我发现五彩祥云 自天而降 轻飘飘进了八宝禁殿 看 就在皇后陛下的脚下 你看这五彩祥云 其实他满嘴胡说八道 谁也没看见 中宗李显 往夫人的脚下一看 也没有啊 他就瞪眼这么编发扫门 文武百官以为着 这老家发疯 肯定皇上得降渍 哪知道的操作一顿之后 皇后不但不生气 相反还乐乐 明知没有五彩祥云 但知的是唐修景大溜须 他心里的也非常舒服高兴 马上重赏唐修景 立逼着中宗 家封的宰相之之 你看官倒住了 都指的这位是溜须宰将 这回中宗客把他找来了 让他你打的福岗啊 皇后驾临成天门 要继皇帝位 你得念宋词 好好编辩 哎哎哎哎 可这老头还真认真呢 摇头晃屁股在这想词呢 那字典上呢 那最好的词是什么呢 怎么比喻 怎么说皇后能高兴呢 我怎么能升官呢 他正想这个事 委居员也不敢落后 委居员心说 我呀这回非亚过唐修景老唐头 我也得找找好词 正在书本里翻 外边军队冲进来 报信的 正是皇后的宠臣 马秦克 马秦克进来之后 声都变了 哎呀 宗书大家了不得了 外面发生变化了 你们赶紧躲一躲军队 这就杀了 这一顿吵吵 把仨人军队全都杀在那 就在这时 汪毛队 李守德领兵杀将 当然了 说一点什么竹篮都没遇着 那也不可能 宗楚克手下也有亲兵卫队 不过那几百人下不住一划来 经过简单的战斗 人家势如破竹 就冲进朱书上了 把个唐修景 委居员 马秦克 当场身擒活大 小勒猪一样 他绳子给勒上 王毛仲仲提着宝剑 到了马秦克进前一瞅 哦你呀 皇后面前的宠臣 你没想到有今天 我先把他捏赖了 我瞅着你小的心是黑的是红的 把马秦克是开膛 摘心 最后人头看下 那俩老糟头子 他没舍得下手 因为这俩老头 平常没做过什么坏事 都知道他们是狗屎的奴才 这个交给林指王李隆基 前去处置 这俩老头算保住 狗命没死 翻回头 再抓宗吐克 能没了 翻了个底朝上 也没找到他 哎呀 俩人脑子嗡嗡之想 这回去见着林指王 怎么交代 把宗吐克这小子混变 明明就在宗书城 怎么眨眼之间不见 一直找到天亮 也没找到 反正死人都翻过来 做验证 也没有他 那不说宗吐克跑哪去了 这小子比猴都见 马秦克进了一抱 说不好了 这小子滋溜 钻过屏风 他奔后院就撒牙子了 要说这小子 时间还真有准备 后院他有个密室 他先跑到密室躲着去了 到了密室之中 一盘算 完 完了大事已去 不用问了 肯定林指王李东基 占了上风了 我们的计划彻底失败了 现在我说保命要紧了 什么娘啊 老婆 儿女啊 全都不顾了 我自己撩吧 他把箱子打开 换了一套衣服 这套衣服 这套衣服都不是关筋 就是普通财主穿的衣服 从外上 带了足够的金银手势 手里还拎了个白宝箱 拿包袱瓶把他包上 从狗洞 他爬出来 就这么的 大伙没抓到他 宗楚哥爬出来 顺着西施 大爷就跑 心说天还没亮呢 倘若被雄街的士兵发现 这事不好办了 他自己又进了胡同了 办后街跑 正好眼前有一座电房 孙家老店 咱们说这套书 开始的时候 我交代过 这座电房的老掌柜的 叫公孙夫 就爱财如命的老头 他还有个女儿 叫公孙金鞠 就那小电房 宗楚哥跑到这儿来 等砸开门 公孙夫老汉吓了一跳 一瞅这位穿丑果断的 怎么吓成这模样 把他让进来 宗楚哥多会说瞎话 老人家 我是做买卖的一个商人 方才遇整土匪拦路抢劫 我要战毙一时 你快把门给关好了 不能叫他们发现 我要发现我就活不了了 公孙老汉 信以为实 把门关上 这一折腾 他女儿公孙金鞠 披着灯出来了 爹 你跟谁说话呢 压倒少外少外 咱们这来的客观 客观你忘你请 宗楚哥一想 我不能在京城久留啊 我得过离河渡口 我去偷清醒 最好我先到中南山 躲避几个月 看看风头再说 我要不离个京城 我还是在他们手心里攥着呢 因此他没进屋 他一折这公孙老汉 这老头挺实在 宗楚客二话没说 从包里头拽出一块金子 塞到公孙福手里了 老人家 谢其林达救之恩 这个算见面礼吧 公孙福长这么大 没看过金子 这块金子 能有好几两 简直不相信 这是真的 您给我的 给您的 老人家 我现在人担世故 我打算求老人家 给我做个伴 能不能把我送的离河渡口 离河 要离河渡停远 是啊 只要您能把我送到那去 我还有重金仇谢 这公孙福这老头 要糊涂 你想想对面这人是干什么的 老头见钱眼开 为家思索 好说 好说 雅老头 你看这店门 我送这位客人 奔渡口 一会儿就回来 爹 您过来 我跟您说句话 老头过来了 什么时候 爹 你知他是什么人 简直我真不相信我的眼睛 好像这人 我才哪看见我 爹 您当禀报官府 在这 禀报官府 这金子也得没收 咱还能得得着吗 你一个丫头面子 少管闲事 好好看守店门 我把客人送走了 再说管他是谁 咱们挣钱是主要的 爹 如果要为了这个事 咱们也俩受了珠连 可就放不上了 什么事也没有 你在家就瞧好吧 老汉 公孙福 真是个糊涂人 这人可能穷疯了 见钱眼开 也不管对面是什么人 就答应护送 结果不听女儿的劝告 换了衣服 提了盏灯 跟宗傅客 离开孙家老店 你还真别说 趁着混乱的时候 他们在东殿门 混出长安城 一直敢问李和渡口 这宗傅客一边走着 一边心里想 真是老天保佑 官府有那么句话 叫鱼过千层网 我算漏网之余 李隆基 你这么能算计 那么能算计 你没想到我宗傅客 能掏出你的手掌吧 有道是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你等着我 到了这会儿 他想这事 前都不远 就是李和渡口 哎呀 放眼一看 遍地 都是窝扑 遍地都是烂金的 这公孙不老汉 陪着宗傅客 正往前走着 宗傅客实在有点走不动 你问 老实家 离李和渡口还有多远 不远了 大概还有五里地吧 咱们毛毛劲就到了 还无礼呢 我实在是寸步难行啊 老人家 你能不能给我淘碗水喝呀 我渴得要命 行行行 你等等 我给你要点水去 不过 这儿住的都是穷苦人 他们家是都够脏的 你要不嫌脏就行 哎呀 是的 现在什么脏不脏的 什么水我都能喝 就这宗傅客 那平日呢 毛病大了 动不动就得喝鹿绒汤 珍珠汤 一二窝粥 竟是营养品 使用的东西 不是经济炎的 就得预的 到了现在 他也不敢摆臭架子了 公孙福老汉 找来找去 找这个老头 我老弟啊 能不能心口水喝 我们那位老爷口渴了 这老头还挺好说话 行行行行 我这破缸里还真有水 拿瓢给崴子一瓢 你这人还挺有礼貌 亲自给送过来 宗傅客接过来 不管三千二十一 一样管 这一瓢全倒进去了 还欠点 我再讨一瓢 那老头接瓢的公布 天早亮了 老头一看 哎 是你啊 宗傅客就一哆嗦 老赵 你认识我 扒了你的皮 我认识你骨头 你不是宗傅客吗 我宰相大人呢 你这是上哪去 乡亲们呢 你们听着 咱们冤家对头 宗傅客在这儿呢 这小的要逃走啊 唯呦 上千名穷苦人 从四面八方 全赶来 一见宗傅客眼都红了 骂什么的都有 好想 你给安乐公主修定昆时啊 把我们逼的家破人亡啊 到现在猪窝窝 那个就说 我仨儿子 妈病昆时活活都累死了 还我的儿子 还我的女儿 还我的家 可了不得 老百姓要造的 反是势不可当 上千人望上一冲 下手掐下嘴咬 宗傅客叹叫不止 书说简短 这下的活活让老百姓 把他撕碎了 啃烂了 是一命呜呼 结果他死的比谁都惨 那公孙福老汉呢 也下麻爪了 也不知是谁 带头喊了一声 宗傅客这还有个奴才呢 这老家伙也不是好东西 公孙福赶忙解释 相信吗呢 你们误会了 我是被雇来的 跟我没关系 我根本不认识他是谁 别听他胡说 把他吃碎了 可叹老汉公孙福 被愤怒的人群 踩成了馅饼 这老头也一命呜呼 你说这个人爱钱 有什么好处 自己把自己给坑了 有那明白事的人 用文板抬着死去的宗傅客 到城中去见林子王李隆基 林子王呢 正为没抓到宗傅客 着急呢 正这时候 老百姓抬着尸首进了城 验您正身之后 一看真是宗傅客 林子王大喜 众赏众乡亲 咱这么说 这一晚上的功夫 以李隆基为首 平定了为党作乱 那老百姓啊 还睡乡家呢 他们哪里知道 景隆四年六月初五 这个晚上 是个不寻常的晚上 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深功俱变 等第二天 老百姓 这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反回头 说李隆基 把诸事处理完毕之后 命令李守德 王毛仲 崔日用 高丽氏 继续清查 凡数老武家的 老伪家的人 绝不能心慈手软 除恶物境 要一王打尽 当然不等于都杀光了 要听后除费 然后李隆基 这才敢问向王府 去请他爹 向王李弹 派人去请太平公主 蔡平公主 那是他姑妈 一头的 向王李弹 是他亲爹 等李弹听说 发生这么大变化 老头的直晃脑 这 哎呀 埋怨他 而李隆基 之前你怎么不跟我 打个招呼 我是你爹 你怎么不跟我 商量商量 后来他才明白 李隆基 纯属是好心 没跟他爹他招呼 他是这么想的 我要请示您 您那不同意 我们整个计划 就不能执行 你要同意了 如果这个事失败了 把你老人家 就卷进去了 所以他事先 不跟你商量 现在大事成功了 请您老人家享受 这有什么不好呢 看来李隆基 了事周全 等周请了之后 首次开了御前会议 首先决定的大事 果不可一日无君 但是现在呢 措手不及 为了安定民心 还按着伟皇后 那样的安排 立李重茂 为皇帝 李重茂是谁啊 官拜温王 是中宗李显的幼子 而不是伟皇后生的 原来伟皇后 打算让这皇帝啊 挂个牌子做几片 属于过渡阶段 用这个好安定民心 现在事出畅处 也只好如此 仍然 让李重茂先继位 这就是历史上的 唐商宗 年号是唐龙元年 十五岁的小皇帝先祭了费了 由太平公主和相王李旦监国 他们帮着处理政务 可私下里太平公主向相王建议 哥哥 这么点个年轻的小皇帝懂得什么呢 干脆 您就继承皇帝未算 把他一废 不就得了吗 李旦问平 一个不同意 一百个不同意 说什么也没答应 要说起来相王李旦 那资历可够深的 前文书咱说了 吴德天篡权夺位 夺位之后 废掉中宗李显 让李旦 还做了几条皇帝 后来把这李旦又布了下去了 由他取代 做了女皇帝 那这李旦做过皇帝 尝过皇上 什么滋味 后来布了下去了 身为一国的亲王 温风向王 但李旦这个人 虽然是软弱 有学问 把历史书都读头了 这个李旦不愿意当皇上 不是口头的 发自内心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 这李旦 爱看老子的道德经 对清静无为 这四个字 发生了浓厚兴趣 有时候李旦 把书本眼上就捉摸 人这一生 就是掉进了苦海 争鸣 助力 苦乐 悲欢 有什么意思 再看看前朝 发生一幕幕的事情 人呢 就应该跳出名利圈 所以 向王一心想出家 不想在官场之中混下去了 他就这么想着 他也是这么教育 他的子女的 因此太平公主 咱们动员他 向王也不动员 向王说 我这官都不想当 等将来太平 真主出世 我呀 要出家为老道 太平公主 为什么不行啊 这又动员李隆基 动员向王的几个儿子 动员满朝文武 顺说向王李旦 后来把李旦劝的 实在没词了 李旦说这么办 叫我当皇上行 我临时代替啊 临时代替 将来谁好 谁比我强 马上接替我 我是脱袍让备 所以 桥梁臣宅吉日 向王 季皇帝位 又把那小皇上李重茂 给补了下去 那小皇上坐了还不到六个月 滚了蛋了 向王 坐了大唐朝的皇帝 这就是历史上的唐瑞宗 年号是景云元年 向王李旦这一级皇帝位 让太平公主 协助他处理政 各有声上 就把林子王李隆基 封为监国的亲王 亲自加封平王之职 别的官都有晋升 那怎么换的 咱不必说了 一朝天子 一朝臣嘛 能不换人吗 李隆基 协助姑母 帮着他爹监国 也是大权在握 那么朝堂的事 处理个不得灵了 下一步 还要决定太子人选 谁入主中宫 接班人得选好了 而且向王李旦说的清楚 我临时代理 有合适的 我马上脱袍让位 因此这个接班人 是至关重要 叫谁接班 朝堂上议论不一 从六部九卿 从民心来说 全愿意立林子王李隆基 也就是新任的平王李隆基 让他计皇帝位 要那样的话 就必须明令公布 平王入主东宫 算正式的皇储 太平公主不同意 太平公主不同意 向王李旦就不敢专注 这个事就搁置下来 咱翻回头 说太平公主 她是武则天最爱的女儿 自力也是最深的 要讲究姊妹当中 她是头一个最聪明的 向王李旦是他亲哥 李隆基是他亲生 按理说 你同意又有什么关系呢 不 她是另有打算 这个女人的野心超过伟 皇后 太平公主啊 早想好了 我就不行当皇帝啊 这李旦 我为什么同意她 寄皇帝位呢 我知道我这个哥哥是个窝囊废 等我的哥哥一滚蛋了 就由我来继承 怎么能让李隆基掌权呢 李隆基要当了皇帝 就没我的好了 这些日子 他呕心立血 在盘算这个事 立谁为皇储呢 哎 选来选去 他找着合适的人选了 就是向王李旦的大儿子李承契 现在官拜宋王之职 向王六个儿子 大儿子李承契 要立他名正言顺 而且李承契 跟他别一样 是个窝囊废 我能立他 就能把他补了下去 跟李隆基截然不同 哎 这就能实现我的宿怨 第二天就要决定 皇储接班人的大事 太平公主 这一天可累坏 把他的新夫人 纷纷招到公主府 全都当面告诉了 你应当怎么发言 你应当怎么表决 你应该怎么办 你应该怎么说 那太平公主 可不简单 朝廷大员百分之七十以上 走他的班子 咱别的不说 中书省 其位中书大人 有五个都是他的新夫 他一个个全都做了详细的交代 害怕发生万一 他把长子 薛崇逊找来了 告诉薛崇逊 明天在朝堂表决之时 你应当怎么说 怎么讲 薛崇逊点头 娘你放心 我手下那法人 准宝都听娘您的 太平公主 最后把二儿子薛崇逊 找到公主府 因为太平公主啊 也是个人 在众多的子女当中 他最喜欢的 就是次子薛崇逊 现在等于改朝换代了 薛崇逊 被李诞家奉历劫王之旨 也是王子 等薛崇逊 来到公主府下马之后 到里边参见母亲 太平公主一看 二儿子来了 新花都开放了 而免礼平身 来啊 把衣服脱掉 把鞋脱了 还像小时候那样 坐着娘身边来 多谢母亲 薛崇逊 把鞋子扒了 把金棍摘掉 金袋解开 外边刨浮脱下去 里边穿成便装 爬到母亲的身边 把头靠到母亲肩膀上 在母亲面前还发娇呢 安乐公主 拉着爱子的手 打量打量 又出息 真威风 想不到你小小的年纪 居然也做了王子 娘啊 这还不是您栽培的吗 小嘴儿真会说 值得娘把你找了为什么 不知道 要不知道的话呀 一会儿娘就对你说 首先告诉你 娘给你做了一桌酒宴 都是你最爱喝的 最爱吃的 尤其你最爱吃的瓜羹 娘已经叫人给你做好了 来啊 摆焰 公主府吃的东西吃尽穿圈 这一句话说下去 再看公主像穿梭一样 把玉米燕摆下 娘俩盘腿 往床榻上一坐 在这对面吃酒 一边吃着瓜羹 一边闲谈 可是历解王薛虫简 放眼往周围看看 不油的酒 你走没呀 为什么 他一看他娘太奢侈 往手下的宫女上线 就皇宫大内的排场 也不过是如此 另外他娘这公主府修的 就是皇宫 金领诸户 就拿吃饭这屋来说 哪叫什么秦宫啊 不赐于大明宫 也不赐于太极殿 为此薛虫简 曾经不止一次 向他娘建议 说娘啊 您不能住这地方 您犯了大罪 国家民文规矩 只有皇宫 皇帝 皇后 才有资格 住这样的房子 不管怎么说 您是个公主 那等一换行 您住这房子 这么修 倘若被御使 告你一状 或者将来有点什么变化 就得说 你野心勃勃 想要超越天子 你就犯些灭族之罪 你看这个薛虫简呢 还挺有心机 但是做不了他娘的主 尽管说了多这回 也不中用 你也太平公主照样 住在这 十额吃 华丽的宫殿之中 可今天吃吃饭 薛虫简心里明白 我娘眼睛都熬红了 我知他老人家 正为什么事捉急 为立东宫太子的事 这不明摆着吗 天下的人 一口同声 应当立 平王立中一 这还有啥呢 您老人家 非得憋着这个劲儿 你能憋得住吗 你那么聪明 怎么唯独这件事情 你想不开 真要照这样 憋着劲儿 走下去 恐怕 你就是伪候第二 非哀悼不可 今天晚上 无论如何 我要把我这肚子话 如实地跟我母亲讲出来 你听也得听 不听也得听 宁愿咱们母子翻脸 我也要非说 不可 野心勃勃的太平公主 不甘心做金枝玉叶 还想爬上最高统治者的宝座 要尝尝当皇帝 是什么滋味 跟他娘武则天 一点区别都没有 现在伪候集团被消灭了 他就利用混乱这机会 在朝堂上安插了四梁八柱 锦罗密谷啊 精心设计 当天晚上 他把对宠爱的儿子薛崇俭 找到公主府 要把这笔交给儿子 其实他儿子薛崇俭 不白给啊 别看小伙子二十刚出头 思路敏捷 观察事物的能力 也很强啊 薛崇俭 已经看出他娘 这种野心 每当想到这一点 几年糕都冒凉气 心说娘啊 咱们现在的地位不低了 您呢 贵为公主 我大就是当今皇帝 我几个弟兄都被封为王 金领诸乎 吃尽穿绝 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你还想推倒皇帝 由您取代 这不是持心妄想吗 难道说 伪皇后的下场 你没看见 你别看薛崇俭 想的这么明白 不敢对他娘说 就因为从小管出来了 一见他娘 他腿肚子转筋 明明想说的话 见着母亲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今天他看得非常清楚 他娘在这个节骨眼上 找他吃饭 肯定是有事 薛崇俭一想 该说的话 我必须得说 宁愿惹我娘生气 宁愿得到惩罚 我这话也不能不讲 因为现在是生死 有关的紧要关头 这小伙也会来事 喝了两口刮羹 把羹尘碗放下 乐呵呵的向着娘一抱圈 娘 您今天把儿换来 有事儿吧 如果有什么吩咐 请娘您示 太平公主满意的点了点头 好啊 到底你是成年人了 的确娘把你找来 有件大事跟你商议 明天 就是你舅父 登基以来第二次大朝会 想要商量一下 立皇储的事情 你是知道 皇储乃是根基 乃是国脉 这个人选至关重要 你大舅的为人秉性 你是清楚的 他不想做皇帝 总想脱袍让给旁人 因此 这个皇储就更加至关重要 娘打算跟你探讨探讨 你看立谁能合适呢 薛崇俭一听 来了 我就知道我娘想的是这事儿 她假装装糊涂 反问太平公主 娘 那么您看立谁合适呢 我早想好了 最好立宋王李承契为皇太子 只有他才有这个资格 只有他才有这个资格 薛崇俭明灯 为什么他娘 立主要立宋王李承契 李承契 是李隆基的大哥 向王李承契 向王李承的长子 这个人的确是个好人 忠后老是有学问 但是也是个窝囊废 看得很轻啊 他娘为什么非要立个窝囊废 那就是将来可以任他摆布 他呢可以从中篡夺大圈 薛崇俭没言喻 太平公主笑呵呵问他 二啊 你以为娘这主意怎么样 娘 我说出来怕您生气 说吧 就是咱们娘俩 你有什么 尽管说什么 娘恕罪 我不同意 立礼成器 哦 为什么 娘请讲 宋王虽然 这人不错 但是做事情不果断 也没有什么才干 也就是老十八家的一个大好人而已 如果立他为皇储 早晚继承皇帝位 文不能安邦 武不能定国 要这样的人不在天下 大唐的江山非乱套不可 我不同意 太平公主听到这 脸就沉下来了 嗯 那你说立谁合适呢 娘 这还用问呢 皇太子一位 那必须有平王李隆基 此人要文有文 要武有武 论武的 跨马论刀 能征杀两军阵 能指挥千军万马 论文的 才高八斗 学富无车呀 有惊天伟帝之才 治国安邦之略呀 况且 在平面围党之时 人家立起汉马战功 应当归功给平王李隆基 像这么聪明能干的人 理应当做皇太子 他跟宋王没法比呀 我真不敢想 娘 你怎么能把李隆基 甩在一旁心 再说 太平公主 冷闻的这一嗓子 把他儿子薛冲简 吓得一哆嗦 一看他娘 果然发怒了 太平公主咬牙 心说 我儿子怎么跟我的想法 就这么不一样 你不明白你娘的心思 你不懂我这打算 李隆基 是我头一个对头冤家 有他没我 有我没他 李隆基要做了皇太子 将来就是皇帝 他要打了大拳 还有娘 我的好处吗 还有你的好吗 这你怎么就看不出来呢 你解释 是非不分 太平公主又一想 如此不可教 大失所望啊 心说反正四两八固 我都安排好了 跟他谈也行 不谈也行 这样没出息的祸 谈不谈的也没什么意思 白浪费时间 儿啊 吃吧 吃完之后 回府休息去吧 薛冲俭一看他娘真冻着怒了 嘴唇都清了 能吃得下去吗 其实说 反正我也惹我娘生气了 我这话呀 干脆都说出来 不说不行 就得把我憋死 薛冲俭 普通 被太平公主跪下来 娘再上 而 还有满府的话要说 不要说了 留着吧 我不爱听 娘 你让说 我也得说 不说 我也得说 娘啊 谁都知道 平王李隆基 德配天帝 李应当做皇太子 将来主宰大唐朝的江山社稷 您这么聪明 难道您不明白吗 您听听外边的呼声 谁都认定李隆基 得做皇太子 这件事不容质疑啊 唯独娘一个人唱反调 恐怕这个事就麻烦了 娘啊 以大局为重 再说 而在外边听说一件事情 使我非常难堪 什么事 你说 要吗 我听说两个月之前 你下了一道密旨 把义州长使 窦怀真 调进西境 而且在片子面前 还保举他为新朝的首相 娘 窦怀真是个什么人 您比我清楚 那乃是个势力的小人 一味恶欲奉承 除了溜须拍马之外 别无他藏 这种人要掌握忠书 那天下还不得乱套吗 人家都说 娘 您是别有用心吗 而真担心 这窦怀真 就是第二个宗普克 他这个克字 还没等说清楚 就见太平公主 把巴掌嚷起来 这个耳光子给歇 把薛冲贤打的一摘位 就坐地上 顿时这脸蛋子上 就出现个巴掌样 就见太平公主 浑身立刀 体路筛康 用手点指着 奴才 奴才 好大的胆子 我先问你 如果窦怀真是宗普克 你把娘看成什么人 难道我就是伟后了吗 好个奴才 你敢骂你的娘 来 他们娘俩谈话 谁敢在跟前听着 宗中的总管太监 都远远的在廊下听着 他不抄就听不见 听公主这么一呼唤 上了一大棒吧 总管双膝跪倒 参见公主 有何逊事 来 拿绳子 拿宫廷的行杠 狠狠的给我打 怎么 你们没听你吧 咱敢抗执不尊吗 奴才不敢 薛冲简现在 是历劫王啊 那也是王位 但是在他娘跟前 他还是个孩子 谁不知道太平公主 大权在握呀 敢不听吗 这些人咧着嘴 跟吃苦瓜差不多 来到薛冲简进间 王爷 王爷 没办法 您就得受点委屈 咱们简短接触 大家动手 把历劫王薛冲简 扒掉 剖符 就给吊起来 太平公主 在旁边咬着想 扒 棍棍间歇 给我狠狠往死了 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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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薛冲简 揍得这便皮 拎上 鲜血淋漓 但是薛冲简 这嘴还没老实 娘啊 你就是打死 而 我认为 我说的 没有什么不对呀 娘 圣明 娘 你要三思而行啊 一直把薛冲简奏的 昏迷 不省人事了 总管太监 这才过来 灰公主的话 历劫王昏厥不省 嗯 放下来 把他抬到后宫 让他苏醒的 是是是 总管太监 把历劫王放下来 众人七手八脚 抬到后宫去 安歇薛冲简 咱们不说 但说太平公主 愚怒为笑 把别的人全赶出去 就剩他一个人 他背着手 在屋里是来回之溜 哎呀 他又冷静的想了一想 这个小愿 从来不敢跟我降嘴 为什么今天一反常态 是反唇相机 莫非 莫非我错了 没有错 我这么做全是对的 只是有些话 我还没敢公开跟他挑明 那这个小冤家 他就是不明白 像我哥哥人家 怎么就生了三郎李隆基 那样的孩子 怎么我的孩子 就这么没志气 如果李隆基 是我儿子 我 我该得有多高兴 可惜 天不佑我 让我生了这么个白痴 嗯 气死我了 又一想 光生气 没有用啊 明天就嘲愧 就要决定 谁是态度 我应该是什么态度 我应该怎么办 要真是一味的反对 李隆基 也背不住招来大祸 不行 我得再进一步探讨探讨 来人 赐红公主 传我的话 把窦怀真 消至忠 臣妻 催时 给我找来 刻不容缓 宗旨 半个小时之后 这四位坐着轿子来了 这都是新朝啊 也就是宗储客 那帮人下台之后 入主中枢的四位大臣 这都是太平公主的人啊 要说这中枢掌握国家命运的一共是七个宰相 他现在掌握着五个 这五个人当中 有四个最忠于他 是年轻既同 他就把这四位给找来了 头一个 窦怀真 这人长得不怎么样 小驼胖子 有点挪圈腿 五十岁挂龄 红光满面 一步花白胡须 原来他是一周长使 一周长使是个什么呢 就好像那地区的专员差不多少 中党官 但是他走太平公主的门路 伟后集团被消灭之后 太平公主马上把他调进西津 通过他哥哥 瑞宗皇帝 现在任命窦怀真 当朝宰相 入主中枢 这家是一步登天 这窦怀真呢 就靠着溜须拍马爬上来的 那可会顺情说好话了 因此太平公主对他是格外的赏识 第二个宰相 肖志宗 这肖志宗外表是个大托 能有二三百斤啊 但肖志宗这人呢 有内秀 喜怒不行之色 这个人也比较有才感 就是一样不好 利欲熏心的 老想往上爬 故此把自己的人品给糟蹋了 谁知道他都有才 但是人们不赞成他 他一看太平公主掌握大权 马上投靠这个门下 受到太平公主的重用 另外这陈希 这个人呢 做过两次宰相 在几名宰相当中 数他年纪大 今年快七十了 可是这次太平公主掌握了权了 认为这个人呢 还是对自己非常忠诚的 因此要求瑞宗立他为相 瑞宗本来不太同意 拗不过妹子 就这么样答应了 他也是七大臣之一 还有这崔石 这崔石这个人呢 中等个 在宰相当中 数他年轻 数他长得漂亮 今年刚四十挂厉 黄白面皮 宽脑门 放下子 面里呼往上掘掘着 这拖个这个长相 很有点魄力 其实这个人呢 是最肮脏不过 据说他跟太平公主 还有一种暧昧的关系 因为太平公主也是寡妇嘛 经常把崔石找到公主府 所谓的谈这的谈那个 公额才语 又发现这崔石有时就夜不归宿 闹得是满城风 中中活着那时候呢 耳朵里头也灌满了 中中一想 哎呀 算了吧 我管那干嘛呀 他就睁一个眼 闭一个眼 这次新朝 嘿嘿 他又做了宰相 无疑问 这是太平公主的 提拔呀 瑞宗皇帝赵准 这四位来到公主府 参见一地 分立两江 头眼一看太平公主 气色不正啊 这窦怀针赶紧出班其奏 千岁 延夜之间 把臣等四人换来 不知有何国事赏 请公主明示 哎 别跟我甩词了 我拿你们四位也不当外人 我有什么说什么 明天的朝会要决定太子人选 你们四个说说 让谁入主东宫合适 有什么你们就说什么 不要嘴不对心 萧志忠看了看 那三位宰相 实在憋不住了 往前大跨了一步 公主 树臣直言 你说吧 要说立皇储的事 那肯定是平王李隆基合适 朝野上下有口皆非 非立他不可 嗯 他跟宋王李承契 谁合适呢 哎 千岁 不能比 那宋王比平王差点太短 你们仨说呢 呃 臣等斗胆之言 也是立平王李隆基合适 你看 太平公主一平儿子 这么说 这四位宰相 也这么说 扭不过大伙的 好吧 既然这样 你们就恢复吧 明天朝会之时 你们跟今天晚上要说的一致 听见了吗 很明白 这四个人滚蛋了 简直太平公主是怒法冲过 先说我的人都是胳膊手望外拐 吊炮望里走 在关键时刻 哎 你听听 跟我唱反调 难道说我就制不了一个李隆基 嗯 有主意 有了 我表面上拥护你 我头一个把你送进东宫 让你当皇太子 嘿嘿 暗地之中我给你下个绊子 神不知鬼不觉 我就把你置于十倍 太平公主 阴险独辣 这个人 不仅钟恩恒 而且那鬼匾子相当多 他要说电梯上一个人 这人好不了 书说简短 当天晚上 他把他儿削除简 送回历劫王府 这一宿他也没睡觉 第二天红着两只眼睛 上年赶奔大明宫韩元殿 今天是大朝 新主登基第二次朝会 温官武将 六部九卿 麒麟宰相是一个不缺 一个不断 在声馆迪小的伴奏中 新军 向王李戴 也就是现在的新皇人 瑞宗 登坐八宝金殿 上吹手 有杖子 杖子后面坐的就是 太平公主 下吹手 坐的就是平王李隆基 其他人 其他人排列两半 高丽世 阎公 现在升为主管 太监 高丽世 在店门口 拿着个苍蝇栓 站着是鼻管 调支 终生三讲 玉骨六催 岳生停止之后 这瑞宗这才说话 各位爱亲 今天决定 谁是太子 立太子至关重要 往众亲各书己见 高丽世 又把他的话 往下传达了一遍 因为下的五六堤的过热 离得远 听不见 旨意刚传下 太平公主 在上次后再说话 凶皇 这还用问吗 东宫 这是至关重要的 我的意思 应该 立平王李隆基 各位爱亲 你们说呢 这几名宰相 其中有四个 事先太平公主 都交了笔了 因此这四个宰相 出班柜头 吾王万岁万万岁 平王李隆基 德派天地 公主所言极是 应该入逐东宫 结果是全体通过 李诞满意的点点头 指引下 平王李隆基 从今日使 入主东宫 为皇太子 李隆基 一听 哈哈 心里您静一样 他清清楚楚知道 姑姑 太平公主 是头一个政批 立我为东宫 头一个她的反对 哎呀今儿怎么回事 分得顺利 她还头一个发言 同意我入主中宫 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那李隆基也聪明透顶 哦 明白了 你拗不过大伙 表面上同意 暗地之中给我下班 我要事先做好防范 现在的李隆基 这忙都是空的 当他父亲做了决定之后 李隆基出班跪倒在地 万岁在上 儿臣 不配入主中宫 儿臣 宁愿抗旨不尊 也不敢接受皇太子的位置 他不敢 李隆基就愣了 儿啊 这不仅是父皇我这样做的决定 连你姑姑满朝文武都一口从声 你何必要推辞呢 你不入主东宫 你看谁何事 父皇 应当让我大哥宋王成庆 入主东宫 而下死也不敢去 其实李隆基也愿意 这也叫演戏 后来大家再三再四地劝 那不行啊 非你不可 李隆基这才勉强接受 胸前挂上皇太子的经验 在岳声中入主东宫 咬不得的皇太子 仅次于当今皇城 那是接班人 当时瑞宗将士 放假三天 大祝贺 祝贺太子 另外向天下宣布辞事 紧接着 中苏令 刘楼求 登上成天门 向百官宣布 这一大好的消息 都知道了 皇太子是李东基 那么但说 散朝之后 有个小伙子 气得这脑筋 都崩起了桌口 飞马 赶奔宋王府 到了宋王府的门前 水凳离安 票子坐进 门关赶紧 接马鞭子 接马匹 你们回来 回来了 我爹呢 在后花园之中 还有什么时候 他还有心砍花 这小伙子拐弯 末脚进了宋王府 到了后花园 来找他爹 李承契 李承契现在官封 宋王之职 也就是李隆基的亲大哥 太平公主 就是说他 应该做皇太子 就那位 这李承契啊 正跟着花匠 交代事情 因为他最喜欢花 每一天 头一件事情 他得到花园 看看他的花怎么样 光他这个福利 就二十多名花匠 另外宋王李承契 为人随和 就是这花奴 下人 见着他也不害怕 他一点架子都没有 跟谁还处得来 二十几名花把 是有说有笑的 陪着宋王 正讲的花案 这李承契 笑笑呵呵呵的告诉他们 那东北角的闲着 那块在开辟个花池 种上刺激不屑之花 王爷 我们明白 明确就开始动工 李承契逍自在 他手脸胡须 正在这呆着 就听外边脚步声音 他儿子跑进来 爹 你还有心看花啊 宋王李承契 甩脸一看 是长子李胜花 现在官呆 东都郡王 儿子都是郡王 宋王把脸望下一沉 大早晨起来 你又喊又叫 成何体统 有什么话 跟我到书房里去谈 是吗 就怎么样 李胜华跟着他爹 进了书房 宋王冲两旁一摆手 闲人全退下去 屋里就剩他们爷儿的 李承契这才问 什么事你吵吵吵吵的 爹 你早起来没上吵吧 我告病家了 就缺您了 朝堂之上决定下来了 万没有想到 他变了 丽平王李隆基 做了皇太子 没别您的份 爹 吴王今来费掌利用 来取乱之道 按理说 爹应该是皇太子 您是皇位的继承人 他为什么立平王李隆基 他大吵大嚷的刚说的这 李承契把眼睛一瞪 大腕 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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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承契吓吓得汗珠子都敌得下 他儿子李盛华东都郡王跪下之后 李承契都不知道卖哪条腿 好不容易到了外景看了看 没人偷提 他才把两道门关闭 他才把两道门关闭转身回来 拉了把椅子坐在儿子面前 用手指着李盛拉的鼻子 冤家 冤家你真不懂事 而平王李隆基 虽然是我的兄弟 我们一块长大的 要论才概 要论能力 论哪方面 比你别也强 比多的多呀 这不是背后我这么说 当面我也是这样讲啊 人家入主东宫 额配天地 是理所应该 别我算个什么东西 我做一个宋王 我都不够 你个小冤家 在外边大吵大郎 露出不满的神情 莫非你要找灭门不成 你想叫他们一家子叼脑去吗 李盛华一听啊 这火消息去了 这也不是 我见着我姑妈 太平公主了 你在哪见着的 我姑妈就是在 承天门承楼下 见着我的 把我换在年前 跟我说了这件事 我姑妈也愤愤不平的 替您打抱不平 我姑妈说 原来的计划 想让您入主东宫 后来 那帮人不干 所以才改变了 我姑妈为此事 也气得两天两宿 没睡好觉了 哎呀 你关键 你姑妈是个什么人 你不清通 她为什么要跟你说这话 她是有目的 挑拨咱们跟皇太子之间的关系 让咱们自相残杀 她从中取利 你说什么来的 而我一句话也没说 想想你说什么来的 我的确什么也没说 我姑妈跟我说完了就走了 我听完这个消息 非常有气 我就跑回来 给您报信 记住 记住 往后不准 你进皇宫大内 不准 接近你姑妈 你听懂了 她找你 你就说头疼 或者有事 一定要拒绝 朝堂上的事情 不准随便糊糊 我再告诉你 立平王李隆基为中共太子日 天经地义 李索英太 你一定要拥护 听见了吗 好孩子 老大不晓得了 你也现在是郡王了 你不明白 官场如战场吗 一句话说错 一步卖歪了 就引来灭门之后 这儿明论 夏秋 从明晨开始 你给我种花 哪也不行去 我哪要收个花池子 你给我监顾 那位说 这宋王怎么那么胆小 的确是胆小 你看表面上 和这些当官的 主刀心带 秤年就秤年 高头大马 吃尽穿绝 实质上 是贤象 出生 头一天说说 叫叫第二天 就去进监狱 头一天还挺好 第二天就去掉脑袋 这就叫 官大生贤 数大招风 有好处 也有 不好的病 这宋王啊 就算聪明 你别看是窝囊废 他可不傻 这孩子 年轻 气盛 满嘴 胡说八道 那要传到太子 李隆基耳朵里 还聊得吗 他倒不是怕太子 李隆基 他怕太平公主 这姑妈 唯恐天下 不乱的 这个女子人 从中大作文章 上人一队当 所以对儿子 才千叮宁万嘟 两天之后 宋王李承熙 咋起了 正在这 看修花池子 李盛华也在旁边站着 有人报事 进来 回殿下 中共主管太监 高丽氏 有事求见 李承熙的心就一翻个 现在这高丽氏 折不起啊 那是太子李隆基 眼前的红根 他无央无处上 我这干什么来了 莫非盛华这孩子 在外的 乌铺去 让皇太子知道 太高丽氏 前来降罪 他吓了 汉州他当时就逼得下来 镇定李会 吩咐 银鞍店 邀请 他换了身衣服 回了银鞍店 时间不大 高丽氏 满面春风 从外边进来 现在高丽氏也变压了 比那阵也胖了 头上戴着高山官 你件帽子 能有一尺半高 金子金林的 顶梁门 安着一颗大冬珠 闪闪放光 身穿进宫服 妖术金带 大红的中间 粉底关削 现在是正二品 高丽氏紧走两步 来到宋王李 成器面前 聊衣跪倒 奴才高丽氏 参见殿下 千千岁 年礼 公公年礼 公公千岁 今生大驾 怎么到了 小王这里 哎呀 殿下 你说的哪里话来 你要这么说 折杀奴才的阳寿 我是送了 王太子所差 来求见王家 哦哦 不知太子有何旨意 好吧 既然您问 我就马上告诉您吧 您先看一件东西 躺进来 宇成器看 四名小太监 拖着个拖盘 拖盘上用黄鳞子盖着 举过头顶 就放在桌案纸上 宇成器不明白 这是变的什么戏法 公公千岁 这真 太足有指 命我把这东西给您送来的 一上眼瞧 高丽氏轻轻的 把上面这个黄鳞子盖头摘起来 宋王一看 下边有黄鳞子 拖着金光 闪闪 一件架式 闹了半天 是九龙金杯 这杯 是赤金的 转圈 全有花文 图案 另外 箱子宝石 那是价值连城 这乃是唐朝 贞观李世民 使用的装酒的架势 李世民不在了 一朝一朝往下穿 只有皇帝 和皇太子 能使用九龙杯 别人要使这杯 那吊头是嘴 李承气 脑袋嗡嗡嗡之响 进入这怎么回事 把这送到这给我干嘛 莫非皇太子李隆基 要试探试探 我有没有野心 三弟啊 你错怪你哥哥了 你哥哥可不是那个人呢 谁当皇太子 谁当皇上 我都赞成 可果是你 把宋王下的裤铜跪下 冲着杯 三拜九寇 如同见着皇上 跟皇太子一样 然后站起身来 公公千岁 请你把此物送回宗宫 小王下子也不敢接受 殿下 您多虑了 这杯 这杯不是给您的 是求您给办一件事 哦 哎呀 你乘气一瓶松了一口气 弄了一场虚音 还不是给我的 让高丽氏做下详细问 究竟怎么回事 嗯 殿下龙银 自从 平王入主 东宫之后 向当今天 冲 动了两本 这第一本 要表彰 领声秀 是狼吉 您还记不这个人吗 狼吉是北平县的一个群秀才 因为他忠君爱国 大胆直言 万水千山来到西京上树 结果落到宗楚克 阳君等人的手里 这几个小的惨绝人寰 没有人性 就把这么好一个人 隔去舌头 捆成一个球形 来了个大象 啤活球 可探狼吉 命丧在大象巨蹄之下 这事您知道吗 听说 听说 狼吉 不愧是圣人的门徒 是啊 因此皇太子 对狼吉的事情 已经调查清楚了 对这么好一个人 能当表彰啊 在皇上面前 送了一本 皇上已经造成 狼吉死后 追封建议 大夫之差 身为正三品 让他的一个妹子 就是干妹子 公孙娇 要回家修碑利用 伯家国币 躺赢五万两 你说这不是好事吗 另外太子又动了一本 那许州的兵马参军 燕青 那赞量也是不小 直言建军 不愧为忠臣 死后追封建议 代夫之之 也要修坟立碑 另派些人去了 今天奴才来呢 躺着九龙碑来 是东宫太子交代 明天 就要用这碑 给公孙娇建行 让公孙娇回北平去祭奠 郎太子 皇太子 委托宋王主持此事 哦 如此说来 小王离止 问明白 在什么地方 高律师说 这地方 就是咱们西京城的孙家老便 我已经打了招呼了 明天殿下也亲自赶奔孙家殿 哎哟 送走高律师之后 宋王的心坑开了两扇门一样 心说我这人也太大小了 闹了半天不是怪罪我 我兄弟还委托我 做这么光彩的事情 往后我在我兄弟面前 一定要尽心尽职 可他哪里想到 这也赶奔孙家老殿 一拨不平 一拨又齐 宋王李承契 送走高律师 就准备第二天 赶奔公孙老殿 去主持仪式 话分两头 咱再说这殿房的姑娘 公孙金居 您还记得吗 在本书开始的时候 咋没短了 说这姑娘 她跟她爹公孙福 开这个小殿房 虽然家境贫寒 人品是一流的 郎吉 公孙娇 就是投奔他们来的 那公孙福老汉 见前扬开 在伟后集团被消灭之时 宗楚客 化妆跑到这个店来了 给了老头 积两黄金 求他给带到 赶奔礼和渡口 结果这老头见前掩开 护送宗楚客 结果被鸡鸣给打死 宗楚客也死了 老头也死到那儿 噩耗传来 公孙金居是痛不欲生 爹死的太惨了 他把这个事情 告诉了公孙娇 现在公孙娇 那在平王李隆基的府里 就把这事 跟李隆基说了 那么现在李隆基 远远不是平王 和临死王了 现在贵为 宗公的皇太子 那大权在握 因此对这件事情 做了详细的调查 认为老头的死 是出于误会 人们误以为 他是宗楚客的家院 那你说怎么办 法不责重 只好给博了 国币躺盐五万两 作为扶须金 让公孙金居 给老头安葬了 那么多银子怎么花呢 要把原来的公孙老殿 开始扩大翻修 哎呦 现在这殿堂啊 远不是前些时那个样子 起点了层楼 门口挂成金字牌匾 楼上楼下 桌衣板弄 全都换的是新的 不仅如此 还雇了十了名伙计 又请的好掌勺的厨师傅 现在人家连电房带饭馆 小买卖越干越火爆 这公孙金居啊 成了老板了 为此 他对李隆基感激的是 无可无不可 知道 东宫殿下 那是大好人 大好人 头天晚上 公孙焦来了 找着姐姐金居 跟他 把心里话都说了 说我也非常感谢 东宫殿下 现在殿下 已经请示了皇上 加封我的干哥哥狼藉 为建议代父之职 而且搏下了很多银子 让我回北平县 给他修分立碑 这一半天我起身就走了 那金居又问呢 说那么将来妹子 你的归宿怎么办 说我去了 办完事还回来 我这一辈子 要服侍东宫殿下 另外公孙焦 告诉公孙金居 明天 恐怕殿下 还有很多大官 都得上你的殿房来 要举行个仪式 把狼藉的骨灰 送回北平县 你要把那楼上 好好收拾收拾 应接殿下的光临 哎呦 公孙金居一听 皇太子 要上我这来 妈呀 这可怎么办 他带着十六名伙计 一宿都没睡觉 打扫卫生 把那楼上 收拾的被儿干净 红沾铺地 还找了几个油家 连夜加工 把门啊 窗啊 重新都油漆了 把晚餐家伙 用大锅煮了一遍又一遍 开始消毒 恐怕皇太子中了毒 不卫生 那怎么办呢 等了到第二天了 这楼上就关上了 因为皇太子和很多大官要来 别人禁止出路 但是楼下还造成营业 买卖不能不做呀 自从他这小饭馆开张之后 老是坐无需习 开门就晚了 今天也不例外 这客人来一波走一波 跟穿梭一样 你看公村金局啊 没有老板的架子 从来不在椅子上坐着 帮着伙计 端茶送酒 忙里忙外 在这张罗着 等这么个时候 该着出事 就见门外 进来五六个人 为少的是个错胖子 长得错咕咕咚咚 呀咕咚咚 胖子都没脖子了 大饼子脸 蒜头鼻子 蛤蟆嘴 穿丑果断 后边这帮人 也穿的是好衣服 一看就是有钱的 或者是当官的 这帮人等进了饭馆之后了 往左右看看 骂的来 连他们爷坐的地方都没有 我老掌柜的 给爷腾的地方 公孙大娘一看 就知道是刺头 赶紧给找地方吧 有很多客人都老熟人了 人家主动给让地方 就靠着里边给腾起一张桌来 让这五位坐下了 今天这个搓胖子坐东 来啊 听说你们饭馆坐的挺得位 有什么拿手的好菜 尽量给爷上 爷爷就是不怕花钱 是 一会儿罗列背盘都摆上来了 这五位是开怀畅饮 那位说这搓胖子是谁呀 钱文书咱不止一次的交代过 这就是用钱买官的那个王逊 那个邪封官 狼藉死就死他身上 这小子现在还没倒台 还在西京这荒呢 因为钱文书咱讲了 伟皇后和宗楚克 为了笼络人 逼着中宗李显下了一道圣旨 把天下几千名邪封官 全调到西京 还要在并昆时 赐宴赐酒 家官进击 王旭这小子就从北平县来 他是通过他舅舅的门路 买的这么个无品官 为了亥祥升官 他带来不少的银子 咱们已经讲过 他认识燕亲戎 燕亲戎动本前被乱棒打死 通过那件事把王旭吓得 啪了半来月没起来 结果后来他发现 美梦化为泡影 没过几天改朝了 换代了 中宗李显突然死去 现在又换了个瑞宗李贷 整个官都换了 还听说这个邪封官呢 要活 现在朝堂上正在议论这个事 据说 东宫首决殿下李隆金 坚决反对邪封官 当朝的首相姚渊之 宋景也反对邪封官 求皇上降旨 把邪封官整个给缅了 但是呢太平公主反对 现在争持不下了 究竟是把他们免了 还是不免现在在两壳之间 王旭这小子一听啊 这心啊就堵了个疙瘩 先说他把我们这邪封官 招谁惹谁了 花了多少钱买了的 容易吗 我爹为了我几乎是倾家荡产啊 这要给免了 你钱不白花了吗 倒霉真倒霉 这皇上早不死晚不死 当然爷在京城的时候他死了 你要晚死几天不也好了吗 因此这小子也没离开西京 就在这探评消息 跟他来这几个都是歇风官 都花钱买的 这就什么人找什么人呗 他们对当今这朝廷 是牢骚满腹啊 今天几个人凑在一块呢 上这来吃酒 所以那几个人呢 给王旭就敬酒 这小子坐东 三杯酒入肚 他就打开画匣子 我各位老兄老弟 老哥 有什么事您说 你说咱多倒霉 你们看这个事将来能落在哪一步 旁边坐了一个人 花钱买了个五品通畔之职 这人姓庄 单字名人 叫庄人 他说话了 我王兄 难说呀 你没听说吗 当今的皇太子 噢大权在我呀 他要反对的事情 这事他妈非黄不可呀 王旭把脑子一步了 我就不信 你没听说吗 他的上边还有人 他姑姑太平公主 比他说了还算 咱们现在就得脱太平公主的红服了 只要他老人家保咱们 我看咱这官就丢不了 哎呀 那就看着吧 究竟是公主说了算呢 还是太子说了算呢 咱也 也说不定 可不是的 那几官就说 哎哎 人多口杂啊 这病不能胡说呀 妄议朝政 不要脑袋对罪 喝酒喝酒 别说别 别说别 不是有那么句话吗 酒入愁场 酒入欢场 这个痛快的时候 多喝点没事 心要别扭 喝点就容易醉 结果王旭这几个小的喝醉了 这一喝醉的嘴就没把门的了 自己管不了自己 一会儿骂天 一会儿骂地 太多的摔板凳 周围吃饭的人 也听见一句两句的 人们一听这几位是狂徒 挨着他们坐着自己沾包 你听他们说谁呢 一会儿又骂皇太子 一会儿又骂这骂那个的 我的骂 快离他们远点 胆小的人分分结账 人家都走了 可正这时候呢 公孙金鱼过来了 各位老爷 还添点酒 或者添点菜不 吃好了 我说你是什么人呢 这小饭馆就是我开的 小娘们长得不错 我说你这饭馆什么都不错 就他妈缺少大妞在这陪酒 我说你虽然土点 也凑合了 拿秃子当和尚 将就材料 来来来 坐在爷团上 给爷赔赔酒怎么样 公孙金鱼那时候大姑娘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一听这话 扫子 耳根太都红了 就说老爷 求您嘴下留得 我们凭的是正经营业 您修得胡来 哎 妈的来的 你敢说老爷胡来 妈就凭老爷 叫你赔赔酒 似的把你脸上贴金 你他妈苦头土脑的 竟敢当着人的面 侮辱本大人吗 我告诉你 我是无品的命官 我他妈是花钱买来的 我那钱能白扔吗 谁他妈说要罢免 我这官 我跟他玩命 真的喝多 说话晃晃悠悠 站起立巴 把金鱼的手给抓住 我怀里一带 金鱼怎么说 他是个妇女 没有他利己大 这身子就摘到他怀里了 我最想的利用这机会 紧紧把公孙金鱼抱到怀里 伸出臭嘴是连亲呆肯 那金鱼能干 这你挣扎下来 桌子也歪了 晚餐家伙掉地鞋大 可乱了套 金鱼不喝命的往外挣脱 你撒手 你撒手 救人呐 这一喊 那几个火器过来 你楼上楼下十个火器 大家一看这下话 光天画着之下 过来两三个 这就掰王旭的手 公孙金鱼利用这机会挣脱了 医生扣也叫他拽掉了 前胸也露出来 头发也披散了 这金鱼哪受得了 捂着脸呜呜哭开了 可他妈王旭这脚乱呢 好啊 打群杖了 你们这样子人多呀 竟敢打朝廷无品的命官 我说弟兄们 你们还看热闹给我砸 这几个小子也喝多了 忘乎所以 站起身两个桌子 全给揍了 跪台也推翻了 把晚餐家伙 稀了哗啦 砸了个烂七八糟 其他吃饭的 下去都跑了 站在街上在那看热闹 王旭用手点指着金鱼 骂得来的 你是罪魁祸首 他妈爷邪恨邪恨你 哪不对呀 今天我是一不做二不休 反正你是跑不了了 他呜一声 又扑金鱼下去了 这金鱼就往殿外跑 他就在后头追 正在这么个时候 接上马挂沦铃的声音 老百姓一看 插接下来 这个西京维持治安的最高的衙门 就是寻街的金乌史 那人说金乌史是什么馆 那唐朝的官制跟现在不一样 那么比喻一下 就好像现在地方的保安司令 就差不多少 那金乌街史是谁 是新上任的钟绍经 这钟绍经是内园总监 帮着李隆基平灭了伟后集团 立些赫赫的大功 现在不仅仅是内园总管了 而且升为金腾天资脚下的寻街金乌史 今天的亲自查阶 特别是赶奔这儿来了 因为听说皇太子今天要赶奔孙家老殿 他有责任保卫安全 带着一百名卫队 正好来到这儿 遇上这件事情 钟绍经骑着高头大马往前一看 什么呢 我前面怎么回事 谁 回将军大人 有人喝醉了 在这儿发疯 调戏夫女 嗯 钟绍经一片腿从马上跳起来 舔着肚子 拎着马鞭子 走进饭馆 正赶上公孙金鞠往外跑 王旭 晃晃悠悠在后的追 钟绍经一看着火大了 把掌握的鞭子轮起来 对轮王旭 啪就一鞭子 正抽王旭连弹子上 把王旭打的 嗷一嗓子 蹦起多高了 把这个醉酒的劲儿给打清醒了 王旭用手 一股肥脸蛋子 刚响发作 一看 对面有个金盔金甲的将军 后边带着不少军队 顿时他啥子 王旭这小子 真是软气硬塌 他也准时都跑不了了 哭通 给钟绍经跪下了 将军大人 将军大人 小人无知 我小人无知 罪该万死 大人饶命 大人饶命 他后边的几个小子全跪下了 钟绍经用马鞭子一尺 你们是带什么呢 小人 小人是奉旨进京的邪风官 哈哈哈哈 他名的来的 还邪风官呢 就花钱买的官 蛤蟆老鼠大眼贼 百麻不适 凭着俩臭钱 就买官党 你还没听说 东宫殿下 已经请示天子 把你们全罢免 光天化日之下 还跑着调戏民女 知道犯什么罪了吗 哎呀 小人该死 小人求后无德 求大人宽恕 要饶了你们 简直就没有公理 哎 把这几个小子拴成一串 卖一步抽一鞭子 卖一步打一棒子 开始游戒示众 打手 哎呀 您说这几位倒霉不 拴成一串 王旭在前 那庄人紧挨着他 那几位在后头 叫军队压着 开始游戒示众 这时候怪怪中少经 中少经就没说 游完戒了怎么处置 中少经觉得呢 现在对协封官 究竟怎么处置 还没有明文 黄太子只是有这么个建议 由于跟太平公主 发生争论 悬而未决 把他们揍一顿就算了 所以呢 游完街就把他们放了 您可记住 留下王旭 这小子就留下了货根 按下他们不说 单说中少经 卖部一进饭馆 一手喝 咋这么乱七八糟的 这成和体统 什么样子 黄太子 黄太子来了 这像话 把老板公孙金菊找来了 公孙金菊又换了一套衣服 重新给中少经叩头 将军大人 谢谢您 要没您了 今天民女要当众受辱 您真是我的恩人 起来吧 起来吧 你的事情我也清楚 你不是有个妹子 叫公孙娇吗 是啊 我见过 五宝剑 五点还不错呢 有两下子 来人呢 帮着把这 饭馆好好收拾收拾 假设 那么些当兵的 众人动手好干活 时间不大 熟识的是干干净净 中少经坐下了 公孙金菊给他洗了壶茶 从楼上看了 我说那是什么地方 那是准备应接皇太子的 哦 我看看 那 将军大人 昨天我妹子公孙娇说了 皇太子要带着很多大官来 那个楼上就是他们几个人 带的地方 别的人都不准随便出入 什么 连我都不行吗 那 恐怕是不行吧 没有请示皇太子 我不敢做主 请大人您在楼下委屈一会儿 等皇太子大驾来了之后 再做决定 全你骂着 你知道我跟皇太子什么关系吗 要没有我救他 他活不到今天 我是开国的猿群 我爱上哪儿去 我就上哪儿去 来 跟我上楼 我就不信我没资格看你 这钟绍经啊 也是没事找事 就由于这一登楼 引出杀身之祸 这我好 我爱上楼下的